我明明觉醒了十把SSS级的上武神剑 却选择了一级天赋的笑花作为契约队形 只因我发现她的身上隐藏了白虎体质 若是能将她体内的神兽白虎完全觉醒 那么她的剑翘品阶也将直冲了SSS级 而在此事件每个人18岁都会觉醒为剑 女人觉醒后会发生剑翘获得各种技能 而男性觉醒后则可以召唤剑魂进行战斗修炼 男女契约双剑弧并 便可爆发强大力量抵挡一手 此刻艾坤学院的觉醒仪式上 一名身材高巧的少女走进觉醒场地 这正是学院上一届的学姐柳如燕 她早在一年前就觉醒出了S级剑强 而今天她正式来物色契约对象的 不少男生们见此都激动起来 如燕学姐 我乃C级剑魂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够与您认识一下 你乃C级剑魂管你啥事 快上一边去吧 如燕学姐 我是E级剑魂 战斗的时候还可以保护你 要不选我当契约对象吧 可柳如燕面对一众舔狗的现阴晴面色冷漠 实则内心却很是享受着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见状我有些无语的摇摇头 而柳如燕自然也是注意到了我的态度 她刚想找我谈话突然觉醒老师大喊道 下一名 陈泽 听到我的名字后我便朝着高台走去 但柳如燕的眼中却是露出玩味之色 她打算等我觉醒出垃圾天赋后好好羞辱我一顿 此刻随着我将手放在觉醒天赋的神剑墓碑上 世界一股耀眼金色光柱直冲天际 我竟直接觉醒了SSS级剑墓 可这时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觉醒的不是一把而是十把SSS级剑墓 并且这十把全都是上古十大神剑的剑墓 同时自身还拥有了探查他人天赋的能力 在场所有师生剑此不由的都张大嘴巴 柳如燕更是直接傻了眼 不过他很庆幸还好刚刚没有跟我撕破脸 等觉醒老师回过神来大喊道 陈泽 觉醒SSS级剑墓 要知道此世界觉醒的等级从F级到SSS级 大部分觉醒的都是C级或B级 能觉醒出级那都算天赋上加的 如果是S级那就是万里挑一的天才 未来修炼之路基本上就是一片坛 而SS级放影全球那都是极为稀少的存在 更别提SSS级是怎样的存在 此时就当我从觉醒台上下来后 柳如燕来到我的面前开口 陈泽 我能和你进行契约吗 只要你愿意与我契约 我愿意答应你一切要求 话音落下所有人很是震惊 他们没想到自己眼中的高傲女神主动起来竟是如此之恨 但我却是笑着开口道 多谢学姐好意了 但你一个S级天赋和我SSS级天赋差距太大 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说吧我便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柳如燕愣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我的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女生 这女生正是学校的校花马晨熙 她不仅长得清纯亮目 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探查的能力发现 虽然马晨熙的天赋只有一级剑情 但她身上却隐藏了四神兽之一的白虎完成 若是马晨熙能成功完成传承绝起 那她的剑翘品阶将会直达SSS级 丝毫不会弱于我 柳如燕见此内心顿时有些急了 就我这目光傻子也知道我对马晨熙有意思 于是她跑到我身前拦住了我急忙说道 陈泽我可是S级剑翘 别说爱坤高中了 就是整个江北市我也是凤毛铃鸟的存在 你怎么可以不跟我契约 对此我直接选择了无视 也该正视觉醒老师大喊道 下一位马晨熙 此刻随着她将手放在觉醒天赋的神剑墓碑上 一道勉强钻耀眼的金光散发而出 觉醒老师摇摇头叹息道 马晨熙觉醒即剑翘 她本以为我看好的人天赋会很好 没想到却是如此 台下众人也都是撇了撇嘴 这时我向着柳如燕的方向走去 而柳如燕见此高傲的哼了一声道 行了我原谅你刚才的无理了 走吧我们去气 她话因为落我直接打断道 麻烦让一下 随后我对着走下高台的马晨熙微笑说道 马晨熙同学 请问您愿意与我成为契约伙伴吗 此话一出不光是柳如燕猛逼了 就连众师生也很是震惊 不是 陈泽疯了吧 他可是SSS级剑魂 居然要屈尊去和一个一级剑翘契约 这不是毁了自己的前程吗 此时马晨熙听闻有些受宠若惊 他略微慌乱的白白手道 不了不了陈泽同学 我只是一级剑翘 你可是SSS级剑魂我配不上你 你难道不想与我契约吗 听到我的疑惑 马晨熙再次白手否认道 没有没有 只不过你我的等级差距太大 我会拖累你 文言我便毫不在乎的说道 放心吧 我不在乎这些 我只想与你契约 话音落下柳如烟彻底绷不住了朝我大喊道 陈泽你是疯了吗 你放着我一个S级剑翘不契约 宁愿去契约一个利己 你这是在自毁前途 马晨熙根本配不上你 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 对此我没理会而是继续笑道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配不上我 应该是我配不上你才对 陈熙 跟我回宿舍吧 我们现在就回去七月面的夜长梦多 说吧 我直接拉起他的手跑出了觉醒场 等我们来到单人宿舍后 我先是拉上了窗帘 瞬间宿舍内昏暗一片 正当马晨熙疑惑我想要做什么事 却见我满脸严肃开口道 晨熙 麻烦你把裙子掀起来 听闻马晨熙顿时被我这话给愣住 见此我急忙解释道 你别误会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白虎吧 听到我这解释马晨熙再次愣住 他本以为我上一句已经够大的 没想到还是小瞧了我 片刻后他不好意思的小声道 我的确是 你怎么知道 见到他这样子我心里很是疑惑 但在我回味了两句话后 尴尬的再次解释道 晨熙你理解错了 我说的不是你想的那个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身上应该有的四神兽之一的白虎传承 所以我才想看看你的腿 除了这个我保证没有其他想法 马晨熙点点头答应让我看后 我便直接开始寻找起来 最终在他大腿根上找到了白虎印记 此时我脸上的笑意都快要压抑不住了 看来那探视的能力果然是真的 而马晨熙看着我这奇怪的笑容开口道 陈泽你拟好了没 听闻我战口了两声道 可以了陈熙 这下我真确认了 你的确是白虎 随后我拉住他的手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开始契约吧 马晨熙点点头后 便拿出了他那柔弱剑桥 而我剑状也拿出了十大剑魂之一的阴警剑 就当他看我那剧剑后不由的惊呼 陈泽你的剑魂好大 另一边一位中年男子慌忙的来到觉醒场地 这正是艾昆高中的校长黄忠 他在听到有学生觉醒了 赛塞斯及剑魂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但就在得知我已经和别人去契约了时 他悲愤地垂着胸口仰天大喊道 暴殿天雾 真是暴殿天雾啊 而就在这时我们两人在契约完毕后回到觉醒场 校长见此立刻跑到我身前问道 陈泽同学 你应该还没有完成契约吧 我耸耸间耿直说道 已经完成契约了 只是过程属实是不太顺利 我的剑魂太大了 很难与马晨熙的剑桥进行合并 最终还是在我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才彻底完成契约 此话一出校长顿时实话在原地 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地决定契约这等大事 这种大事难道你不应该思考 也会再做决定吗 你身为SSS及天赋未来可是前途无量了 怎么能去契约一个小小对集 对此我只是淡淡开口道 谁说我只可以跟一个人契约的 校长文言呆愣了片刻 下一秒双眼惊喜地看向我道 陈泽 你的意思是你能够再契约一人吗 我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就引起了众人的惊讶与震惊 要知道能够觉醒出多个剑魂的人 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绝世强者 这些天才不仅可以和多个女生契约组合 就连实力和修行速度 都是同阶遇见师的好几倍 此时校长见我点头确认 和了两声对我说道 陈泽 既然你的第一个契约者 已经选择了极剑翘的马晨熙 那么第二个契约人选 那可得好好考虑了 你可不能在意气用事 再浪费你的天赋量 我淡淡点点头 放心吧校长 我会好好抉择的 话音落下人群中的柳如烟 兴奋地跑到我面前 陈泽学弟 既然你还有一次契约的机会 那不如选择我来契约吧 我不会耽误你和马晨熙的感情的 只要你愿意和我契约就行 我是S级剑翘 能够给你起到很大的帮助 这时校长咳了两声道 那个我宣布个事 我们将北市官方决定 一个月之后会举办一场 天骄御剑师大赛 第一名除了丰厚的奖励外 还可以跟本市的一名 SS级剑翘的天之骄女契约 希望各位同学踊跃报名 随后校长扭头对着我劝道 所以陈泽呀 我觉得你目前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契约 而是等待一个月之后的比赛开始 凭你的天赋 拿下这场比赛的第一名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对此我却是摇头拒绝道 不用了校长 对于第二名契约人选 我心中已经有打算了 就在柳如烟听到我的话 是很是兴奋 陈泽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和我契约的 你放心我和你契约之后 说着说着柳如烟还想拉住我的手 却被我直接躲闪开来问道 学姐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契约了 就你这天赋 是怎么敢妄想跟我契约的 谁给你的勇气 话一落下我便朝着班级里走去 此时班里的女生顿时都变得有些激动 陈泽朝我们走过来了 他第二个契约对象不会就在我们班吧 应该是了 你看陈泽在看我 他是不是想跟我契约啊 在班里一众女生期待的目光中 我却走向了正在吃瓜的叶芝瑶面前 笑着说道 班主任 我能够成为您的契约对象吗 此话一出所有学生都震惊了 叶芝瑶更是急忙拒绝道 陈泽你别开玩笑 我可是你的班主任 怎么可以跟你契约呢 对此我却是反问道 那老师你有契约对象了吗 这倒是没有 但是既然没有 我们为什么不能契约 听着我的疑惑叶芝瑶半天 也想不出一个好理由 而我的声音却再次传来 老师 相比于SSC天交 第二把 剑魂属性跟老师您更相配 我想与您契约并没有什么私心 我只想变强 随后为人类做出贡献 虽然目前我所在的城市 看起来很安全很安逸 但这个世界是存在灾兽的 只不过一直被人类强者压制在外 所以大家才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如今我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我想变强 想打败灾兽为人类做出贡献 而我想变强的第一步 就是需要寻找契约对象 所以我选择与您契约 除了希望变强为人族 做出贡献之外 再没有其他私心 结果您却拒绝我 这不是阻挡我前进都道路了吗 听着我这义正言辞的一番话 不止叶之遥猛了 其他同学们也都猛 而我之所以选择班主任 作为我第二契约对象 是因为叶之遥不光是公认的女神老师 并且我刚刚通过探查的能力 发现她很不一般 虽然在外人看来 叶之遥的剑鞘等级只有S级 但实则她的剑鞘是SS级 同时我探查出 她来自一个大家族 如此我也明白了 这美女班主任才二十出头 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 还能达到35级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猜测叶之遥 既然选择跑到这种小地方教书 而且还隐藏自己的剑鞘 想必是和自己的家族 闹矛盾跑出来的 就在叶之遥犹豫不决之时 我突然凑到她的耳边 小声说道 你家族的事情 我可以解决 文言叶之遥心中一惊 虽然她不明白 我是如何知道家族的事 但既然我知晓 就说明我肯定不简单 同时叶之遥身为SSS级剑鞘 她一直都想找人契约 可总因为没有匹配的剑魂 才耽误到现在 如今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她也没有理由拒绝 于是叶之遥便答应我的契约请求 听闻我眼睛一亮惊喜地说道 太好了班主任 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去酒店吧 班主任见此直接猛了 陈泽 我只是答应了你的契约请求 请你自重 但我却满脸单纯 用着无辜的语气解释道 班主任您想到哪去了呀 我让您跟我去酒店 老师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难不成您想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没有 我 我就是你那个意思 叶之遥急忙辩解 只是脸庞越来越红 那行吧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随后我拉着马晨熙 带着叶之遥离开了绝情场 等来到酒店开好房间后 我对着叶之遥兴奋说道 老师 我们快点契约吧 我的剑魂已经饥渴难耐了 听闻叶之遥脸红的指责我道 你瞧瞧你嘴巴里面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你有一点高中生的样子吗 我面色无辜的解释道 老师 我只是想尽快地跟您契约而已 您又想到哪去了 此时叶之遥的面庞变得粉红 他在狠狠瞪了我一眼 再次朝我询问道 陈泽 你真的做好了跟我契约的打算了吗 既然你能够知道我家族那边的事情 那想必你也可以看出来我SSS见窍的秘密 但我家族那边的琐事我都无法解决 你若是选择跟我契约 恐怕我会给你带来天大的麻烦 对此我却毫不在意 毕竟自己可是有着十大SSS级剑魂傍身 就算是我主动去找别人的麻烦 别人都根本不敢拿我怎么样 放心吧班主任 这些事情你不用再担心了 我既然说了我有办法 那我就一定能够解决 此时马晨熙在听到叶之遥的真正剑翘等级是SSS级时 自卑地底下了头颅 剑撞我握住他的玉角安慰道 晨熙不要感到自卑 你可是有着神兽传承的 你要是觉醒起来 说不定比班主任的SSS级剑翘还要强 马晨熙连点头后 晨熙的杀器能够镇压世间一切邪物 叶之遥见此很是满意 只感到他自己的勺臂剑翘已经在蠢蠢欲动 就在将其召唤出来时 他那勺臂剑翘在他身边四处游动 看起来十分的不安分 可在感受到霸王剑身上那股王八之气后 顿时不敢再乱动 而是沉浮在了霸王剑之下 叶之遥见状心生喜悦道 陈泽我们快点完成契约吧 可片刻后叶之遥艰难的声音传来 陈泽你的霸王剑太悲口 我的勺臂剑翘似乎有点承受不住 没事的老师一开始都这样 习惯了就好了 磨合期过后 我的霸王剑终于与叶之遥的勺臂剑翘双剑合并 俩人也在此刻完成了契约 此刻我满头大汗的瘫倒在床上 但在休息片刻感到精力恢复后 我从床上兴奋做起朝叶之遥说道 之遥既然已经契约完毕了 那我们尽快开始修炼吧 叶之遥点点头 无脑的去修炼进度可是很慢 既然如今你我已经契约 那不如一同修炼速度更快 这一同修炼的第一步就是双剑入翘 待会你召唤出自己的剑魂 我会化作我的勺臂剑翘由你来入翘 我点点头后我们便开始了修炼 随着我们两人的不断尝试 终于我的霸王剑和叶之遥的勺臂剑翘 有了最初的契合 而俩人也感到自己的修为得到了提升 但这个过程马晨熙却是看得心惊肉跳 他不敢想象自己柔弱的剑翘面对我 这剑魂会有多痛 这是我看着面色挣扎的马晨熙笑 晨熙你也来吧 啊我不行的 没事的我有经验 我来帮你 说吧我召唤出鹰颈剑 马晨熙剑此也只能召唤出自己的白虎剑翘 经过一个小时的磨合 我的鹰颈剑终于和马晨熙那娇小的剑翘得到了气候 但这个过程两人都十分痛 因为叶之遥的剑翘是谁属性的 所以至少还有着柔和的感觉 且会主动贴近我的霸王剑 俩人想要完成何必也没那么困难 但马晨熙的剑翘则是属于火属性的 那边有一种极致的紧致 加上它是刚刚觉醒的缘故 剑翘还没有彻底复苏 以及我鹰颈剑能量太强 所以两人合必的过程可谓是十分的困难 好在俩人最终还是完成了最后一股 刚才哭哭啼啼的马晨熙也安静了下来 随着俩人的修炼后 马晨熙只觉得体内暖洋洋的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慢慢的增加 仅仅只是一个下午的修炼 我和马晨熙的等级便飞升般的来到了15级 正式达到了剑翅等级 而叶之遥虽然等级较高 但陪着我修炼的这一个下午 他的等级也来到了29级 仅仅只差一步便可突破到30级大剑翅 这时叶之遥兴奋的对我说道 陈泽 我教学那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修炼速度如此害人的情况 这简直不可思议 此时的我有些虚拖 因为现在我的修为还是太低 控制如此强大的剑魂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现在的我宛如一个累坏的老牛 马晨熙也开口道 这修炼速度快是快 但陈泽的剑魂能量实在太强了 刚才合避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剑翅都要被那股强大的灵气撕裂了 不过好在后面适应了 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了 听闻我兴奋的说道 变强了好啊 变强说明你的白虎血脉正在慢慢崛起 恐怕用不了多久你的剑翅就能达到SS级了 叶之遥想到了一个月之后的天骄比赛 对我笑道 陈泽 听你目前的修炼速度和实力 一个月之后的比赛 你夺冠的概率肯定很大 只是可惜了 见此我一会问道 老师 可惜什么 叶之遥叹口气说道 夺冠之后的那些修炼资源只是次要了 主要的是你还可以跟那名SSS级剑翘的天之骄影契约 但你目前你已经跟我还有陈希契约过了 这个奖励估计你是拿不到了 文言我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 谁又告诉你们 我只有双生剑魂吗 听见我这一番话叶之遥猛吗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只是双生剑魂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天骄 其中三生剑魂四生剑魂的倒也有 但最逆天的是史书上记载着一名 拥有六生剑魂的绝世天骄 难不成陈泽和这些史书上的天骄一样 见此我自然不会将觉醒十大剑魂的秘密告诉他们 只是看着两女用着神秘的语气说道 你们猜了 而看着我这不卖关子的模样 两女想都不用想 我这家伙绝对还有着另一个剑魂 但这也让两女更加震惊 她们震惊的不是我有着三道剑魂 而是我的两道剑魂都已经是SSS的 如果第三道剑魂还是SSS级剑魂 那我的天赋已经不足以用天才来形容了 而是妖孽 行了 先不聊这些了 修炼了一个下午我们去吃饭吧 两女点点头后我们便前往前台退房 而在吃饱喝足后我也回家休息 次日就在我来到学校时却碰到了柳如烟 而在她身边还有一个男人 这正是她新找的契约对象黑白 此时黑白见柳如烟呆愣地看着我 顿时一股醋意涌上心头 看着我一阵阴阳怪气道 这不是充施逆途的陈泽吗 收了马晨熙还不够 居然还想着把班主任一块收了 说你是色鬼都有点屈才 黑白之所以感到我的面前叫嚣 则是因为他的家里给了他一枚升级的丹药 经过一晚上修炼和丹药的帮助 黑白的境界自然也是突飞猛进 见此我看着一旁的柳如烟开口问道 你们两不会契约了吧 黑白气了一声不屑地对我说道 怎么样 后悔了吧 你不懂得珍惜的人 自然有人替你好好珍惜 你现在后悔都晚了 听闻我当场就笑了 我只是想说你真够不要脸 他把你当狗耍 你居然还愿意跟他契约 真是666 我的这一番实话直接将黑白给气得破防了 他愤怒地对我大喊道 陈泽 我要挑战你 我会让你明白即使是SSS级见魂 也不是降无不胜 听着黑白下的战书 急于测试自己实力的我自然是答应 但整个过程柳如烟都一直站在一旁看醒 没有想要帮忙的意思 黑白虽然感到无奈但还是咬着牙说道 对付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都不需要如烟上 我一个人就可以将你解决 对此我很无语 感觉他就是小丑一个 随后两人在所有人的围观下 来到了学校的对战擂台 这时我缓缓说道 我也不欺负你 既然你选择单人作战 那我也迎合你一把独自与你作战 听闻黑白松了口气 随后他没有丝毫犹豫 召唤出剑魂便朝我杀来 剑推我手掌一挥 必把粉色的鹰颈剑出现在我眼前 苏白无奈地看着吴浩 这家伙总是懂得给自己找台阶下 脸皮之后堪比防御他 随后 俩人在所有人的围观下 来到了学校的对战擂台 在台下所有人的注视下 苏白缓缓说道 我也不欺负你 既然你选择单人作战 那我也迎合你一把 独自与你作战 吴浩见苏白 也是单人作战后松了口气 他感受着自己体内五级的境界 随后他召唤出自己的剑魂 便朝着苏白杀来 看着握着剑魂杀来的吴浩 苏白手掌一挥 粉色的鹰颈剑陡然现身 看着苏白手中 那堪比一个人高的巨剑 吴浩心中升起了退堂鼓 但苏白乃会给他这个机会 苏白猛地平挥 一到粉色的剑气 就猛地杀向吴浩 轰吴浩来不及闪躲 且剑气速度极快 紧紧瞬间就杀向了吴浩 吴浩被这道剑气 砍出了擂台 随着吴浩的一声痛苦的喊声 他倒在地下 不知生死 第十三章 你是挨打了 所以呢 憋屈的吴浩顾颜熙见吴浩 居然被一剑秒杀了 作为契约对象的他 脸上自然是挂不住 顾颜熙转头 便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被众人围住了 想走也走不了 无奈 顾颜熙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 从前十分享受众人注视的他 此刻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 不止顾颜熙 还有躺在地上的吴浩 吴浩根本没有晕 他装晕是因为 想有人将自己扶去医务室 让他好躲过这个尴尬的场面 可谁知道 根本就没人上来扶他 但吴浩一想到起来 就得面对这尴尬的场景 他就恨不得把自己打晕 苏白收起阴警剑 随后他走下台 似笑非笑地看着吴浩 戏谑笑道 装晕好玩嘛 见自己被拆穿 吴浩狼狈地站起 他看着满脸细血的苏白 愤愤不平地说道 哼 你也就是靠着自己是 SSS极剑魂的优势 才能够打过我 但也仅此而已了 你已经跟了沈清月 那个极剑桥契约 你的实力自然会被拖累 用不了多久 你这个SSS级的光环 可就没了再说了 刚才只是我一个人跟你作战 等过些时日 我和颜熙一起出手对付你 绝对将你打得落花流水 听着吴浩这死不赖账的话语 围观的众人 纷纷嘲讽道 吴浩 说不起就别打呀 说了还嘴硬 是什么意思 亏你还是S级剑魂呢 就是就是 说了还装晕 吴浩 你是怕被我们嘲笑吗 哈哈哈哈 我看这家伙 就是想装晕 然后让大家送他去医务室 好让他摆脱这个尴尬局面 没想到没人扶他 哈哈哈哈 我说这家伙 怎么在地下趴那么久呢 我都看到他眼睛眨了 何着是等人扶他 而众人对吴浩冷嘲热讽的同时 也不得不感叹 苏白那SSS级剑魂的霸道 我知道SSS级剑魂 与S级剑魂而差距很大 可没想到居然会那么大 吴浩连一个照面都没有撑下 就倒了 是啊 看着刚才吴浩那副气势 我还以为 他会跟苏白有一场大战呢 没想到是花架子啊 那倒不是 吴浩的境界 肯定已经有好几集了 算不上什么花架子 可问题是 如果好几集的吴浩都被秒了 那SSS级剑魂的苏白 该是多少集了不知道 反正肯定恐不如丝话说 刚才苏白所召唤的 那把阴警剑 我看着 怎么那么像我妈妈的玩具啊 简直就是一个放大把 你爸平时不在家吧 把你家地址给我 我去帮你妈妈 把玩具没收了 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冷嘲热讽中 吴浩的脸色越来越红 远远看过去 似乎像一个红脸关公 不知道的 以为吴浩是眼睛剧的 够了 众人安静了下来 看着怒吼的吴浩 而吴浩刚想说些什么 众人又继续讨论了起来 吴浩捂着脸蹲在地下 他知道 他这次算是丢脸丢大了 他看向一旁的顾颜西 试图寻求安慰 而顾颜西 见到吴浩看了过来 他立刻朝着一旁走去 也就是顾颜西被众人 围着走不出去 要不吴浩呢 还能见到顾颜西的声音 见到连自己的契约对象 都抛弃了自己 吴浩面如土灰 早知道刚才他就是死都不起来了 就在众人围着对站台 肆意讨论的时候 不远处却传来了一声 中气十足的怒吼 都围在这做什么呢 听到这声怒吼 众人都知道 是教导主任 朱颜来了 快闪开 快闪开朱主任 来了 众人着急忙慌的样子 宛如逃难 他们立刻给身后那名中年男子 让开了一条道路 而拿命男子的脸上 仿佛也写着 挡路折死 在清月高中 你可以不尊重任何人 甚至连校长你都可以不尊重 但唯独不可以 不尊重朱颜 因为你不尊重其他人 最多乱来一顿打祸开除 但朱颜不一样 你只要违反了纪律 且死不悔改 这个家伙 真的会召唤出自己的剑魂来打人 且绝对不留守 除此之外 众人害怕的原因 还是因为 朱颜实在是太严了 无论什么都要管 整个清月高中 到处都充满着他抓学生的身影 可以说 朱颜每天为了抓学生产生的运动量 不亚于一次马拉松 朱颜双手背负身后 表情严肃地 走进了人群当中 见到了想找地缝钻进去的顾颜西 蹲在地下面如土灰的吴浩 以及正站着的苏白 见到苏白 朱颜的眼中 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随后他收回目光 嗨嗨了两声 对着两人问道 你们俩怎么回事 吴浩见朱颜来了 他灵机一动 立刻抱着朱颜的大腿 哭嚎道 朱主任苏白他 仗着自己是SSS级剑魂 一见到我就说 要跟我切错 现在还把我给打伤了 您得给我做主啊 别说 吴浩这副狼狈的模样 再加上哭嚎 不知道实情的 还真就被他给骗过去了 而围观的众人 看着吴浩这副 恬不知耻的模样 纷纷都露出了瞧不起的模样 正当众人打算 开口给朱颜说 事情真相的时候 朱颜却点点头道 原来是打架呀 那事情的确不小 见朱颜开口 准备处罚苏白 抱着朱颜大腿的吴浩脸上 顿时露出笑意 那就多谢朱颜大人 为我做主 其实苏白同学 也没多大错 给他开了就 嗯 苏白的确没有多大错 那这样吧 吴浩你也参与了打架 你回家反省一周 反省好了再回来 听完朱颜的话语 吴浩脸上都笑意 戛然而止 他怕是自己听错了 或者朱颜听错了 立马又对朱颜说道 朱主任 您是不是听错了 我是挨打的 是苏白那家伙打的我 您确定您没听错吗 朱颜郑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对脚下的吴浩说道 我没听错啊 你是挨打的吗 所以呢 第十四章 你还想跟别人 老婆告状 修炼是吴浩 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他算是明白了 朱颜不是没听懂 而是赤裸裸地针对他 吴浩被一箭秒杀了 也就算了 被冷嘲热讽也忍了 被自己契约对象抛弃 也就小事 但如今他不仅挨了一顿打 受罚的 还特么是他 吴浩立刻松开了朱颜的大腿 这老东西 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 吴浩猛地站起 看着满脸无辜的苏白 吴浩伸出手指 指着苏白威胁道 你这个家伙别得意 这死猪不管 老子去找你班主任 我就不信你班主任 也不管了 听到吴浩居然敢称呼自己为死猪 朱颜顿时想召唤出自己的剑魂 但想了想 还是忍了 附近人多 之后再报复这小子 而听到吴浩 吴浩的班主任告状 还不等苏白忍不住 其他人就已经开始捧腹大笑了 吴浩你小子是不是忘了 苏白和他的班主任是什么关系 居然还天真 都想要到苏白班主任 那告状吴浩 我真心劝你别去 要不然 你又得回家反省一个星期 听着周围人的笑声 吴浩这才猛地想起 叶之遥昨日可是答应跟苏白契约了 也就是说 叶之遥是苏白的契约对象 到苏白的契约对象面前 说苏白的坏话 这等操作 也只有吴浩能够做出来了 吴浩已经呆愣在原地了 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显然已经没有机会了 朱颜直接安排了几名学生 将吴浩抬去了医务室 苏白将自己的阴警剑收回 装作了一副 无事发生的模样 随后对一旁的朱颜道谢道 多谢主任帮忙 朱颜用着满眼毫不掩饰的欣赏 看着苏白 对于苏白的道谢 朱颜则是白白手说道 没事没事 我怎么可能只听吴浩那家伙的一面之词 你小子 我平时还是有关注的 整个清月高中 只有你没有被我抓到过违纪 我对你的印象十分深刻呀 苏白尴尬地笑了笑 苏白在觉醒之前 根本就是班级里的小透明 别说违纪了 跟别人交流的机会都很少 朱颜用着十分满意的目光 看着苏白 在朱颜的眼里 苏白不仅天赋逆天 品行更是极好 连他都挑不出来毛病 朱颜拍了拍苏白的肩膀 随后便离开了此处 而众人见没有细看了 也纷纷离开了对战事 众人离开之后 一直处在人群里的顾颜西 终于是松了口气 他第一次觉得 被那么多人围观的滋味 是那么的不好受 顾颜西此刻对于吴浩 已然是十分鄙夷的 这家伙 不仅没法帮自己找回场子 更是把他的脸给丢光了 顾颜西苦恼地想着 忽然想到 自己还认识着一个干爹 吴浩帮不上自己 这个干爹 绝对可以帮上自己了 随后 顾颜西也不再耽搁 他着急忙慌地离开了对战事 准备前往校外 找自己那个干爹帮忙 而苏白 看着宛如逃难一般 离开对战事的顾颜西 苏白耸耸肩 凭着他SSS级的天赋 上不上文化课 已经不重要了 这算是叶之遥 给他开的一个小特权 离开对战事之后 苏白便直接来到了 学校内的灵气室 这里面是专供给 已经觉醒完毕 且成熟的学生修炼用的 当然了 在灵气室内修炼 自然是不需要钱的 一切修炼的费用 全部都是学校出 足以看出 学校对决醒生的重视 会议室外 有着保安把手账 一是为了保护 灵气室内的气险 二是为了防止一些好奇的学生入内 曾经有着一名 还未觉醒的学生 因为好奇 灵气室内有什么 便直接偷跑了进去 可一名觉醒生 却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那名偷跑进来的学生 那明觉醒生一挥剑 就将那名偷跑进来 都学生的头颅给砍了下来 这样的事情 在以前屡见不鲜 后来所有学校 都给灵气室 配备了两名保安 这样的事件 也就少了很多 见灵气室内 已经有很多人修炼了 苏白正想进去 却被门口的保安给拦住 保安满脸严肃地 对苏白说道 证件 苏白不慌不忙 都从兜里拿出了一张小本 小本上 则是刻着金灿灿的通行证 三个大字 保安接过证件 仔细地查看了 一会确认无误之后 这才交还给苏白 而苏白 也就此进入了灵气室内 按道理讲 苏白这种刚刚觉醒的觉醒声 是不允许来到灵气室的 因为刚刚觉醒 对于自身力量的把控 还不到位 所以还不允许进入 灵气室只允许觉醒时间 一年以上都学生进入 但夜之遥知道 凭苏白的天赋 提前进入灵气室 也没什么 便悄悄地 给苏白开了一个后门 而除了对自身力量 把控不到位之外 还有这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刚刚觉醒 等级太低 怕一来到灵气室 就会直接出事故了 不过苏白怎么说 也是SSS级剑魂 灵气室 对于同界的其他人来说 固然十分危险 但对于苏白来说 也不过于此罢了 看着分为各个房间 且房间内正在热火朝天 都修炼着的学长学姐们 苏白的内心 就一阵火热 灵气室的构造 就是这样 有着许多道房间 每间房间都可以调试 自己所能够承载的极限 以此来达到锻炼的效果 不然大家挤在一起修炼的话 可能对于一些 等级较高的人来说 没什么 但对于等级较低的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瞬间就被压死了 苏白先是走到衣柜前 将自己身上的校服脱下 露出了其中较为有形的身材 境界突破之后 带给苏白 可不只是力量上的变化 苏白自身的体态 也微微发生了改变 之前的苏白 身形是算比较瘦弱的那一种 但突破到剑势之后 苏白的身形 开始慢慢增强 到如今 看起来不算健壮 但也绝对称不上瘦弱了 苏白找了一个没人的房间 随后就走了进去 准备开始修炼 第十五章 恐怖的修炼速度 苏白赤着上身站在房间之内 随后房间内一道冷漠的机械声响起 请选择灵气浓度 苏白甩了甩臂膀 随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两倍灵气浓度 已调试完毕 机械声落下的瞬间 苏白周身那淡薄的灵气 缓缓变得浓郁起来 让苏白感到一阵暖洋洋的 苏白能够感知到 两倍灵气浓度的状态下 他修炼的速度 绝对会比之前 那淡薄的灵气范围下 快上不少 但苏白还是对这个浓度的灵气 有些不满意 索性苏白继续喊道 调试到五倍灵气浓度 已调试完毕 还是那道冰冷的机械声 随着机械声落下 苏白所处的房间内的灵气浓度 陡然拔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周身的灵气转换到五倍之后 苏白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 微微变得有些迟缓 但同样的 五倍灵气浓度下 苏白对于灵气的敏感度 在上一层 觉醒等级越高 证明对灵气的感知能力更强 灵气的感知能力强 就代表修炼速度够快 苏白之所以能够一个下午 就能够达到十五级剑士 除了沈清月夜之遥二人的帮助下 苏白自身的修炼天赋 也是不容小觑的 作为SSS级剑魂的苏白 他一个笑的修炼 就足以赶上S级剑魂 大半个月的苦修 这就是天赋的差距 苏白微微运转灵气 开始修炼 发现效果虽然略训之前 与夜之遥 沈清月两人的双修 但速度已经很快了 当然了 这个速度苏白依旧是不满意 他又喊道 将灵气浓度调适到十倍 以调适完毕 话音落下 苏白所处的房间内的气势 猛的一变 而刚才 只是行动微微受阻的苏白 目前却能够感受到一丝微压 这微压夜之遥 也与苏白讲解过 这微压名为灵压 会在灵气过于浓郁的程度下所产生 灵压有强有弱 灵气浓度越高 灵压也就越强 而苏白已经将灵气浓度调适到十倍 也仅仅只感受到一丝微压 这一丝微压 那是对于苏白来说 随便换一个极剑魂的人进来 恐怕刚进来 就瞬间被压趴在地上了 而苏白将灵气浓度调适到十倍的声音 也传到了附近的房间内 房间内的学长学姐们 见居然有人将灵气浓度调适到十倍 顿时好奇地停止修炼 纷纷出来查看 倒也不是没人 能够将灵气浓度调适到十倍 但能抗住十倍灵气浓度的 在整个江北市也称得上一句天才了 所以大家才想着看看 看看这个能够将灵气调适到十倍 且还没有要求下降的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可当他们聚到苏白的房间 看到房间内苏白那张稚嫩且陌生的面庞后 却忽然有些疑惑 这等天骄 大家就算没见过 但大多也都听说过 可房间哪的这个人 在场的人居然无一人认识 这不由得让众人有些疑惑了 苏白没有理会房间外的众人 十倍灵气浓度 正好堪比苏白与两女配合的修炼速度 苏白直接盘坐在地面上 随即 他为了不太显眼 只召唤出自己的阴警剑 开始修炼 众人对着苏白所在的房间 议论纷纷 都在讨论着 房间内的苏白 究竟是何方神圣 居然有着那么强大的抗压能力 苏白在十倍灵气浓度的房间内 修炼了片刻 虽然修为在缓步上升 但还是令苏白有些不满意 等级越高 进阶越难胜 如今 苏白已经是十五级的剑士 若是还在十倍灵气浓度的状态下修行 恐怕一个下午 也就突破一级 这样的速度 已经十分的害人 毕竟 众人若想突破一级 哪个不得经受着好几个月的苦修 但作为添交 苏白显然对这个速度不满意 他都是SSS 及剑魂强者了 这个速度说出去 岂不是笑掉别人的大牙苏白 结束了修炼 他继续朝着上方喊道 将灵气浓度 调试到十五倍 十五倍灵气强度 灵压力量 将直线上升 这次 那道冰冷的声音 居然说出了其他不同的话 但苏白 还是没有改变自己主意的打算 挑一调试完毕 轰调试完毕的那一瞬间 空中一道道恐怖至极的灵压 不断地往下输送 苏白也猛然感受到 头顶的一股距离 看着房间内 那恐怖的灵压波动 房间外的众人 甚至都感觉地板在颤抖 他们不敢置信地 看着苏白的房间 喊道 这哥们疯了吧 居然将灵压调试到十五倍 会变成肉泥的呀 二 苏白被压成肉泥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房间内的苏白 不急不忙地稳固住身形 随后他缓缓调动灵力 抵抗着灵压 片刻之后 苏白的灵力抵抗 与头顶的灵压 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平衡 苏白所感受到的那股距离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房间外的众人 可不知道 苏白目前的所作所为 他们透过了玻璃罩 只看到了 能在十五倍重力下 游刃有余的苏白 众人看着这一幕 不禁则舌 这可是十五倍的重力啊 就算是二十级的剑尸 都不敢说 能够硬抗 结果房间内的那个家伙 就这么抗了下来 我们七月高中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天才的娘吧 我才能抗五倍的重力 这家伙就十五倍了 他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 我记得笑记录 好像也就十八倍的灵气浓度吧 真不知道这哥们是什么境界 见诗嘛 苏白将灵压抵抗住之后 便开始了修炼 苏白惊喜地发现 在十五倍灵气浓度下 修炼效果 比和叶之瑶 沈青月两人修炼的效果还要好 苏白满心欢喜地开始了修炼 全然没有注意到 他所修炼的房间外 人越聚越多 最终挤满了整个灵气室 片刻之后 苏白感到体内灵气 已经消耗一空 但同时 他的修为也提升了好几集 其实 苏白还可以调到更高的灵气浓度 不过那样 体内灵气消耗也会更快 就得不偿失了 心满意足的苏白睁开眼睛 正打算结束修炼 却被眼前的场景给吓了一大跳 第十六章神剑殿 只见苏白眼前全是高三的学子 看着这副架势 几乎整个青月高中的高三学生 都来观摩苏白修炼了 苏白头大了起来 被这些人注视不要紧 但若是把校长 或者认识苏白的老师给吸引了过来 那问题可就大了 苏白立马结束了修炼 他离开房间 众人立即围堵上来 却被苏白灵巧都躲开 随后 苏白在众人的围堵下 奇迹般地拿出了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灵气室 独留下一脸猛的众人 对于这次修炼的结果 苏白还是十分满意的 虽然只提升了一两集 但境界越高越难突破的道理 苏白还是明白的 自己现在的升级速度 已经很夸张了 若是传出去 怕是能被无数人羡慕死 与此同时 顾颜熙来到了江北市内的一处郊区别墅 他看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有人后 便直接拿出别墅的房卡 打开了大门 随后走了进去 顾颜熙一进到别墅 就看到一个十分亮眼的地中海 正坐在沙发上 捋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 顾颜熙立刻上前嗲声道 干爹地中海男子 听到这声音 瞬间反应了过来 他扭头看着顾颜熙 满脸猥琐地笑道 哟 这不是小熙吗 那么久不来 还以为你把干爹我给忘了呢 快来干爹这座 嘿嘿 我忘了 谁也不可以把干爹给忘了呀 顾颜熙走到沙发前 随后直接坐到了地中海男子的大腿上 地中海男子 对于顾颜熙的这一番举动 早就习以为常 他一把将顾颜熙搂在了自己怀里 顾颜熙也只能乖乖顺从 不敢动他 这地中海男子 便是顾颜熙认的便宜干爹 王富贵 而这王富贵 之所以能让堂堂清月高中的校花 顾颜熙躺在自己怀里 正是因为 他是神剑殿派过来 负责江北市事务的 算是一个小头头 整个华国 一共有着三大势力 一为高校联盟 是华国内各个高校的校长联合举办的 成员众多 全都是各个高校的学生 高校联盟 一般不插手华国内的事务 但其实力不容小觑 且还是保卫华国的中间力量 第二大势力 自然就是王富贵所带的神剑殿了 虽然相比于高校联盟 神剑殿的实力 较为弱小 但耐不住他行事高调 所以一般众人提起第一大势力 第一个想到的 基本都是神剑殿 哪怕他的实力 比高校联盟弱小 而顾颜熙 正是看中了王富贵这个神剑殿 有点身份 所以才选择任他做干爹 但说是干爹 但其实俩人的关系十分暧昧 有点说不清到不明的意味 顾颜熙乖乖地依偎在王富贵的怀里 随后用着软糯的声音说道 干爹 人家已经跟一个S级剑魂契约了 王富贵自然听出了顾颜熙语气里的失落 他轻轻抚着顾颜熙的头 随后遗憾说道 委屈你了 若是干爹 是双生剑魂 肯定要跟你契约了 我要是能够跟干爹 你这样的强者契约 简直就是 我三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顾颜熙这句话 可谓是将王富贵舔都心花怒放 他刮了刮顾颜熙的鼻子 宠妮说道 就你这丫头嘴甜 看着王富贵 这副恶心模样 顾颜熙强人恶心 随后 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干爹 要说双生剑魂 我还真认识一个 那人是无门学校的 我还想着跟他契约呢 王富贵嗷了一声 随即问怀中的顾颜熙道 那女儿 你怎么不跟他契约啊 见王富贵问到了点子上 顾颜熙立刻转变脸色 变成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说道 我自然也想跟人家契约啊 但没办法 人家看不上我嘛 甚至顾颜熙 还怕火不够 王富贵不帮自己忙 他继续添油加醋地说道 那人别说跟我契约了 他还羞辱我 他一听到 我要跟他契约 他立马满脸不屑 说什么 我不配跟他契约 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家伙当众羞辱您的女儿 让您的女儿在学校抬不起头 甚至就在刚才 他还袭击我的契约对象 干爹 宁可得为女儿做主啊 呜呜呜呜说到最后 顾颜熙一把埋在王富贵怀里 假哭了起来 而王富贵经过顾颜熙 这一顿拱火 瞬间暴怒道 居然有这种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欺负到我女儿头上女儿 你把那人是谁告诉我 干爹替你出头 不帮你出了这口气 干爹就不是人 见自己目的达成 顾颜熙心中冷笑 不停地嘲讽着王富贵傻 但表面上 顾颜熙抬起头 用着楚楚可怜的目光 看着王富贵道 要不干爹还是算了吧 女儿受点委屈也没什么的 再说了 您可是五十多级的剑王境界啊 对他出手不是犯法的吗 神剑殿有着明文律法规定 高境界的舞者 不允许对低境界的舞者出手 这也是为了保护一些 还未成长起来的天骄 否则啊 恐怕很多天 才怕是还没成长起来 去前线对付灾寿 就已经死于各种恩怨手下了 更别说像苏白这样觉醒了 SSS极剑魂的绝代天骄 怕是王富贵 只要赶在明面上 对他出手 下一秒就要完蛋了 别看他 已经是五十多级的剑王境界了 但在真正的高手面前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王富贵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他冷笑一声 随后说道 这一点 干爹自然知道 虽然我没有办法亲自针对他 但没关系 干爹有其他办法 保证让那小子 难受看见王富贵这副模样 顾燕熙再次将头埋进了王富贵怀里 用着那道苏死人的声音撒娇道 干爹 你真好燕熙最爱你了 看着怀里的顾燕熙 王富贵眼中 没有一丝爱意 只有无尽的欲望 而靠在他怀里的顾燕熙 则是已经忍不住窃息起来了 当初苏白 几乎是当着全校所有人的面 让他下巴来台 在这种情况下 以顾燕熙的性格 自然不会就此作罢 第十七章 石门测试王富贵的安排 但王富贵知道 如今还不是时候 但他若是将苏白这件事给办好了 说不定也能够将顾燕熙给办好了 一想到这 王富贵 为了尽快得到顾燕熙 便立刻对着顾燕熙画大饼道 女儿你放心吧 过一段时间呢 江北市将会举办一个模拟实战测试 主要是为了探一探这一届学生的底 到时候 每个学校都会派出优秀的学生 去应对考核里的灾寿 想必你口中的那个双生剑魂的家伙 肯定也会参加这次测试 到时候你干爹我就将一只最难对付的 灾寿派给那小子对付 我就不信 这小子连灾寿都可以对付的了 这次事理是给了死亡指标的 到时候就是那个家伙死了 也没人能说什么 怎么样干爹这个计划好吧 顾燕熙再度一把投进王富贵的怀里 撒娇道 干爹真是太厉害了 连这种办法都想得到 到时候一定让苏白那个家伙 吃教训时间过去了几日 这几日苏白的生活十分平稳 依旧是不停地 在跟沈清月和叶之瑶修炼 至于灵气室 苏白已经不敢去了 毕竟上次苏白去灵气室 已经掀起了那么大的波动 这次再去 被人家认出来就麻烦了 不过 跟沈清月叶之瑶俩人双修 带来的效果依旧不错 苏白如今的境界 已经突破到了十八级剑尸 差两级便可达到剑尸这个阶段了 而沈清月的进步依旧不小 虽然境界比苏白低了那么一点 但进步已经十分害人了 苏白正与叶之瑶吃着饭 看着狼吞虎咽的苏白 叶之瑶却连一点不满都没有 毕竟苏白这几日 可是让他十分满意 自从跟苏白进行修炼之后 叶之瑶之前需要一年甚至两年 才可以突破一级 如今却只是短短几天 叶之瑶又升了一级 叶之瑶的升级速度如此之快 自然是离不开苏白的帮助的 所以 孩子乐一吃点就吃点呗 谁让苏白卖力呢 可叶之瑶还是低估了苏白的食量 带到苏白吃饱之后 他面前的盘子 已经堆得跟小山一样高了 看着堆叠成小山的菜盘 叶之瑶嘴角抽搐 也就是 他是家族子弟了 要不就他当老师那点工资 能够给苏白造几顿啊 格苏白 靠在靠椅之上 他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舒坦地打了个格 毕竟宰大户的机会 可不是天天独有 当然得抓住机会吃饱了 随后 叶之瑶便喊来服务员结账 看着价格 哪怕是富婆叶之瑶 都难免感受到一丝肉疼 俩人吃完之后 便并肩走出了饭店 回到了学校 苏白打了个宝格 而天空之中 却传来了异样 只见虚空之中 一道巨大的裂缝 被缓缓撕开 而裂缓被撕开出一道大口子之后 一座看起来巨大厚重的石门 缓缓从其中出现 石门看起来 充满了古朴的气息 其表面玄妙的符纹 天空都在颤抖 而这一座石门 就这么出现在空中一动不动 看着天空之中 那道巨大的石门 苏白用牙签踢了踢牙 随即朝一旁表情惊讶的叶之瑶问道 老师 这是咋回事 叶之瑶的表情略显惊讶 听到苏白的疑惑之后 叶之瑶才有些错愕地解释道 这这是石门测试 这是每年觉醒日之后 因为大量新生进行觉醒 而引发的天地异象 可以往都是两三个月后才出现的 没想到 今年居然出现的那么早 石门测试顾名思义 就是为了测试每一年新生们的实力 测试的方法也很简单 石门一共有33道 预见师们 使用自己的剑魂 去攻击石门 击碎的石门越多 奖励就越丰厚 其中的奖励 就包括大量灵器 不过这些灵器 可不是灵器师那样 还得慢慢修炼的 而是直接灌输到体内提升境界 不过石门测试有一个缺点 就是只能允许20级以下的预见师参与 20级以上的预见师 就算将全部石门都给击碎了 也不会有一点奖励 而石门测试是有排名的 排名靠后的家伙 不仅没有奖励 还会被石门 将自身的灵器给反噬走 而石门会吞噬灵器这个设定 便让那些知道自己实力不行的新生们 不敢挑战石门 那些普通学生 修炼点灵器 本身就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再被石门吞点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 石门测试一般来说 只有天骄才会参加 石门测试 每年都会出现在世界各地 但无一例外 这些都是属于天骄才能够参与的斗争 普通新生 是根本不敢参加的 而看着空中忽然出现的那道石门 清月高中的众人 也都开始一轮纷纷 什么鬼啊 今年的石门测试 怎么会出现得那么早啊 往年不是觉醒日之后的两三个月 才会出现的吗 是啊 这泥马也太奇怪了吧 今年居然提早出现 还提了那么早 打了我们一个错不及防啊 谁说不是啊 我这才刚刚找到七月对象没多久 连修炼都没开始修炼呢 这石门就已经出现了 这让我们怎么半靠了 你有修炼对象都不错了 老子到现在 一个修炼对象都没有找到 我看着今年的石门测试 我是别想参加了 因为今年的石门测试 来得实在是太早了 许多人才刚刚开始修炼 更有一些倒霉蛋 连修炼对象都没有找到 更别说修炼了 在这种情况下 众人只敢对着天空中的石门 指指点点 谁都不敢贸然参加 毕竟排名靠后的处罚 可是扣出灵气啊 大家好不容易才修炼出一点灵气 若是被石门给吸走了 又得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而那些没有找到 契约对象的倒霉蛋 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连契约对象都没有 体内的灵气 根本来不及修炼 连参加这个石门测试的资格都没有 第十八章参加测试 赌约苏白听完叶之谣 对于天空中石门的解释 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喜的笑意道 哟 这不是瞌睡来了 送枕头吗 能够获得可以瞬间提升修为的灵气 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这不是白捡的便宜了吗 听着苏白这乐观的语气 叶之谣的面色 却是变得有些难看 他对着苏白摇了摇头 随后对苏白说道 苏白 这个石门测试 我不建议你参加 原因很简单 石门测试的限制 是只允许二十级以下的预见师参加 而不是只允许 今年刚觉醒的新生参加 所以 能够参加石门训练的 不一定会是今年的新生 一些十几级的老牌预见师 也会参加石门测试 那些老牌预见师 虽然只有十几级 但他们在这个阶段 摸爬滚打 实力在同等级之中 简直就是佼佼者的级别 苏白你目前刚刚觉醒 实力还很青涩 跟那些老牌预见师比起来 你肯定是吃亏的 为了不浪费你的灵气 我还是不建议你参加 若是赢了还好 说了的话 你可就得被石门反射了 老牌预见师强很多 他们的手段可比你花多了 跟他们比你肯定是吃亏的 而且 这个石门测试 我无法跟你一起参加 我的境界 早就超过了二十级了 你若是想参加 还得喊上清月 苏白点点头 这个石门测试 苏白是定然要参加的 毕竟苏白 目前正发愁着 修为提升太慢 想找些法子 快速提升修为呢 如今 眼前有着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摆在眼前 苏白自然不可能不珍惜 而是得牢牢抓住 可吴浩那个狗腿子 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他仿佛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立刻站了出来 对苏白嘲讽道 呦呦呦呦苏白 看来你只能跟 沈清月那个极剑翘 参加石门测试了 他那个极剑翘 不知道得拖你多少后腿呢 这就是你 当初选择沈清月契约的代价 现在傻眼了吧 你一个SSS极剑魂 居然要沦落到 跟一个极剑翘的 一起参与试炼 想想还真是凄惨呢 苏白瞥了一眼 正站在一旁 不停叫嚣的吴浩 苏白只是淡淡问道 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痛 又来我这找刺激 是不是我给你一件 你就老实了 苏白直接了断地 接起了吴浩的伤疤 吴浩嘴角抽搐 毕竟他真是被罚了回家 反省一个星期 现在才刚刚回到学校的 吴浩本以为秦妍 让他回家反省 只是说说而已 谁想到秦妍 居然真将他给赶回去了 被赶回家的吴浩 被自己的爸妈 是一顿抽 挨了一星期的打后 吴浩才 拖着浑身发疼的肉体 回到学校 而吴浩 自然是将自己的恨意 全部放在了苏白身上 要是苏白被他乖乖打败了 那他吴浩后面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了 吴浩刚刚回到学校 他好不容易带到一次机会 嘲讽苏白 自然是要好好把握了 可谁知道 苏白这家伙 会毫不犹豫地接他伤疤 吴浩一时语色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立即对苏白冷笑道 苏白 这个石门试炼 到时候我也会参加 结实 我会和颜希 一起参加石门试炼 我们两个S级在一起合作 绝对要比你跟沈清岳合作 要强多了 到时候 我若是还能够跟颜希 有什么奇遇的话 你这家伙 定然是追不上我俩了 到时候 我看你还敢不敢那么嚣张 对于吴浩刚才的发言 众人心里虽然十分不爽 吴浩的甜不知耻 但还是有点认同吴浩的话语的 吴浩话音落下 围观的水泄不通的众人 纷纷议论道 虽然我很不喜欢吴浩这个家伙 但不得不否认 吴浩这个家伙 说的没错 是啊 虽然苏白是SSS级剑魂 但沈清岳 毕竟只是级剑翘 俩人合作的话 沈清岳肯定会拖苏白后腿的 还拖苏白的后腿 我看是耽误苏白的前途 要我说苏白也真是的 居然为了爱情 去跟一个极剑翘契约 哪怕苏白选一个S级剑翘也好啊 就是说啊 哪怕苏白不找一个SSS级剑翘的人 怎么样也得找一个S级剑翘的吧 可苏白这个家伙 硬是选择了沈清岳的极剑翘 苏白本身实力是够硬的 毕竟是SSS级剑魂 但若是带着沈清岳这个脱油瓶 怕是会发生一些倒霉的事哦 众人纷纷议论着 算好SSS级剑魂与剑翘的组合 根本不知道苏白如今的修为有多高 若是苏白和沈清岳 将自身目前都修为告知众人的话 众人估计就得惊掉大牙了 毕竟苏白目前可是18级剑翘 沈清岳虽然比苏白差点 但也是16级的剑翘 两人这样的境界 别说高三的了 就连普通五大的大一学子 都不一定有着这样的修为 俩人的修炼天赋 已经十分害人了 听着周围人越来越大声地讨论 吴浩刚才那本来有些忐忑的内心 此刻安定了下来 他看着身处议论人群 却依旧是面不改色的苏白 吴浩对苏白说道 苏白不如咱俩打个赌吧 苏白歪了歪头 随即问吴浩道 赌什么赌你能够看我几件吗 我觉得只能一件 当然不是这个了见苏白 又提起了自己的伤疤 吴浩立即气地怒吼 而苏白则是掏了掏耳朵 显然没有将怒吼的吴浩放在眼里 看着苏白这一副不在意的模样 吴浩差点血压飙升 随即他平复了一下心情 继续对苏白解释道 咱俩打个赌吧 就赌这次 谁打破的石门多 谁要是打破的石门更多 那输的那方就得答应 赢得那方的一个条件 怎么样 另见苏白一副沉思的模样 吴浩立即使用了激将法 不是吧 堂堂SSS即剑魂 居然还不敢答应我的赌约 我答应你 第十九章 沈庆月终于同意了苏白淡淡地 答应了吴浩的赌约 他实在是不明白 吴浩这家伙既吃不计打吗 怎么还敢找他麻烦 而周围的同学们见苏白 居然还真答应了吴浩 顿时有些傻眼 毕竟大家都认为 苏白断然不会答应吴浩的赌约的 啊 苏白还真答应吴浩了呀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是啊 吴浩那家伙 有家里的丹药扶持 现在修为肯定很高 苏白这一下 答应他不是吃亏了吗 是啊 而且到时候 吴浩与顾延熙 联手进行实门测试 肯定要比苏白 跟沈庆月联手的效果 要更好啊 毕竟沈庆月 也只是急剑翘 得拖苏白后腿了 虽然苏白是SSS急剑魂 但大家毕竟 才刚刚觉醒 苏白就算再怎么天才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拉开差距吧 且吴浩那家伙 还有着家里给的丹药 来辅佐修炼 他自身又是S急剑魂 在众人眼里 目前俩人谁境界更高 那还真不好说 殊不知 苏白早就将众人甩得远远的 来到了18级剑室这个层次 已经足够碾压所有人了 不过 苏白从绝醒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暴露过 自己是什么境界 唯一一次出手 也只是一剑将吴浩秒杀 所以 众人对苏白实力的概念 还十分模糊 正是因为苏白的低调 惹得大部分人都觉得 目前苏白的境界还很低 整个清月高中 了解苏白真正实力的 恐怕只有沈清月和叶之遥了 见苏白还真答应了自己 吴浩喜出望外地笑了一声 显然没想到 苏白居然会真的答应他 同时 苏白在吴浩的心中 已经变得十分弱小 毕竟只是微微使用激将法 就可以上钩的人 能强到哪里去呢 吴浩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罕见的装逼时刻 他嗨嗨两声 随后不屑地对苏白说道 苏白 你现在反悔 可还来得紧 虽然你契约了两个人 但你可别忘了 你的班主任 可是超过了二十节 你到时候 只能跟沈清月一同合作了 就沈清月那几见鞘 到时候 得有多拖你后腿 你自己清楚吧 还是考虑清楚吧 不敢应战 也无所谓的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吴浩还巴不得苏白答应了 吴浩本身 其实并不想参加 这次十门测试的 因为每年的十门测试 高手如云 总会冒出一些顶级的见识 而像吴浩这种 刚刚觉醒的 一旦参加 那必然是垫底的存在 虽然吴浩和顾延熙都是S级 但俩人且不说经验 他们俩的技能和等级 也就那么回事 一旦垫底 被吸走了灵气 可有的两人肉疼的了 但若是苏白和沈清月参加 就不一样了 沈清月一个级见鞘 认苏白再怎么强 也多半会被拖后腿 到时候垫底的 可就不是吴浩两人 而是苏白两人了 苏白被吸收灵气 降低净见 吴浩可是求之不得呢 众人的议论声 也接着不停 纷纷对苏白和沈清月这个组合 十分不看好 甚至还有些瞧不起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 和吴浩细血的嘴脸 苏白只是平静地说道 不用了 我到时候自然会和沈清月 参加石门试炼的 反倒是你吴浩 你还是先问问 你女神愿不愿意 跟你这只舔狗参加石门试炼吧 毕竟垫底的代价 可是吸收灵气 你女神愿意跟你一起 冒这个险吗 我看可说不准哦 你听完苏白的嘲讽 吴浩面色变了变 随后他咬牙切齿地 对苏白说道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到时候 一定会跟沈清月参加的 最好是吧 说吧 苏白便和叶之谣 离开了人群之中 离开了人堆之后 叶之谣 才略微担忧地问苏白道 苏白 你难不成 真要去跟吴浩比吗 我不是不信任你 但我总觉得 你会吃亏 听着叶之谣的担忧 苏白笑了笑 随后宽慰道 放心吧老师 我既然敢答应 我自然就有获胜的把握 且清月并没有他们 说得那么不堪 清月不过就低我一两级 实力很强悍了 行了 老师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找清月了 说吧 苏白便离开了此处 叶之谣 只得叹口气 心里默念着 希望苏白能够获胜 我不行的苏白 我肯定会拖你后腿的 听完苏白 讲完事情发生 以及经过 沈清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十分地不自信 我若是跟你参加了 十门试炼 我肯定会拖你后腿的 到时候 咱俩垫底的话 你得被吸收走灵气 那你不是完蛋了吗 不行不行 看着不断摇头的沈清月 苏白只能继续劝导 没事的清月 你得学会相信自己啊 别去听外面的流言蜚语 你也别担心 你看看咱俩的实力 绝对是碾压全校人的存在 你还在担心什么 而且咱俩契约了 不仅能够见魂合璧 实力大增 还有这技能作为辅助 这次的十门试炼 对咱俩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 听完苏白的劝导 沈清月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异动 但看起来面色还是很犹豫 看着沈清月这副模样 苏白不敢耽搁 怕沈清月这骨劲下去 于是苏白便继续趁热打铁道 清月 我刚才问班主任了 他告诉我一个消息 这次十门测试的第一名 不仅有着灵气奖励 还有另一项特殊奖励 特殊奖励 见沈清月疑惑地说道 苏白就知道 沈清月异动了 便继续说道 是啊是啊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奖励 但那可是十门试炼第一名 才能获得的 不管怎么想 肯定会是好东西 凭咱俩的实力 拿下第一名 不是轻轻松松吗 到时候 咱俩靠着特殊奖励 继续提升实力 等到我们将所有人甩在身后 谁还敢说你坏话 苏白循循善诱地劝导着 而沈清月 在苏白这一阵忧下 也慢慢地变得自信了起来 片刻之后 沈清月点点头 郑重地说道 好我愿意陪你参加十门试炼 第二十章 不断被斩飞的十门 急速变化的排行榜 见沈清月终于答应 苏白内心松了一口气 随后 苏白对沈清月笑道 好 你答应了就行 那我们明天见 好 明天见 随后 苏白便满心欢喜地 离开了沈清月的宿舍 而沈清月脸上的担忧 则慢慢转变成了坚定 所有人都在说 沈清月会拖苏白后腿 那沈清月就定然要证明给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看 他沈清月不是拖油瓶 而是一名合格的契约伙伴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虚空之中 那道裂缝 已经彻底地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而整个十门的原貌 也终于呈现在众人眼前 虚空之中 一座看起来古老的十门 屹立在其中 他身上爬满了扭曲的藤蔓 石头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雨打 才造就了如今的古朴 而在十门的一旁 还屹立着一个石头 制作的巨大圈轴 看起来如同一个榜单 这块石制榜单 散发着玄妙的气息 一看就不是繁品 上面没有任何雕刻的混迹 好似浑然天成 如十门试炼这种天地异象 每个地区都会出现 不过地区的范围 实在太广阔了 所以 整个江省的天才 都来到了江北市 本来江北市 只是整个江省里 岌岌无名的一个小城市 却因为十门试炼的出现 变得热闹非凡 高架桥上 一辆麦巴赫镇 缓缓行驶在路上 而车内一名看起来 跟苏白年纪相仿的男子 看着虚空之中的石门试炼 眼中满是桀骜 斯明收回了目光 不再去关注上空石门 而前方 一副管家打扮的中年男子 注意到了斯明的动作 便温和地笑道 少爷 您现在很紧张吗 斯明不懈地笑了笑 随后 用着随意的语气说道 区区一个石门试炼 还不足以让我紧张 不过小时候 一直看着其他人 参加石门试炼 没想到一转眼 就到我自己参加了 所以 一时有些兴奋罢了 对了 说着说着 斯明似乎想到了什么 便朝前方开着车的 中年男子问道 王叔 我父亲当年在石门试炼中 拿了什么名次 老爷当年以微弱的优势 拿下了江省石门试炼的第一名 这一晃都几十年过去了呀 第一吗 斯明汉手喃喃着 随后 他用着略微偏执的语气说道 我一定会做的 比父亲更好 李叔李叔 上面的那个石门 距离我好远啊 我到时候能打到吗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女子 江头探出门外 新奇地看着天空之中的石门 兴奋大喊道 而正驾驶着汽车的管家 见到自家小姐 居然江头都探出车窗外 顿时吓得魂都飞了 急忙喊道 小姐你快点进来 危险正驾驶着一辆 红旗的军装中年男子 他透过后视镜 看着五名 陈声道 五名 这次的石门试炼 一定要争取声道前排 这是提升你境界的大好机会 而后排的那名少年 睁开双眼 眼中满是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沉稳 我明白了 附近 一名面如凝枝的长发少女 坐在动车上 她双眸中满是冷意 冷到让人不敢靠近 仿佛只要被她看上一眼 就会被冻住 少女望向了空中的 那道巨大石门 她那不掺杂着任何感情的双眸 忽然出现了一缕野心 似乎对这次石门测试 势在必得 整个江省的所有天才 都一股脑地涌入了江北市 全都是为了此次的石门测试 这给江北市本地的天才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压力 毕竟一个小城市的天才 跟人家省会的天才 自然是没法比的 当然 除了这些青年才郡外 还有着一些年纪 看起来都不小的老者 苏白和沈清月 走到大街上 看着一大堆的老者 不禁嘴角戳戳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石门试炼 并没有岁数限制 只有等级限制 所以 难免混进了一些老油条 时间来到正午 石门缓缓坠下 随后落到了半空 众人 见时间差不多了 便纷纷开始大展神通 石门落到了半空之中 而石门周围的所有建筑 和人都已经清扫完成 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和一长相普通的女子 看着不远处的石门 随后俩人对着石门发动了攻击 一道透明的剑气 斩向石门 瞬间将石门砍碎了 而石门的后方 却还有着一道石门 剑气不断飞行 最终成功地 斩碎了三道石门 而俩人见自己的剑气 居然斩碎了三道石门 脸上瞬间出现了些许惊喜 第一名王臣 李欢俩人的名字 率先出现在半空中的 十字榜单上 可还不等俩人高兴一回 一道锋芒 就杀向石门 轰这道剑气之中 似乎蕴含了 无限的锐气和杀意 瞬间就斩碎了好几道石门 且威力丝毫不减 剑气如同锐不可当的利剑 直接突破了十几道石门 最终才缓缓停下 第一名秦义 第二名王臣李欢 刚才还沾沾自喜的俩人 见到自己的排名 居然下去之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而这道剑气的主人 正站在半山腰 他看着自己的排名 十分骚包的 甩了甩头发 而整个江北市的人 见到那道剑气 居然足足击碎了十几道石门 纷纷议论着 这个秦义 是何方神圣 但还不等众人搞明白 这秦义是谁 更为逆天的一幕出现了 只听见一道 响彻整个江北市的 剑名声出现 随后 一道耀眼的剑气 就杀向石门 石门瞬间被切得粉碎 而那道耀眼剑气 还在不断地突破着 将众人看得傻眼 片刻之后 耀眼剑气消失 而新的记录 也就此诞生 第一名思民 第二名秦义 第三名王臣李欢 看着这道新诞生的记录 整个江北市都沸腾了 这特么至少击碎了 二十多道石门了吧 这个思民是谁啊 太逆天了 这个叫思民的家伙 就是今年的冠军了吧 往年的记录最高 才十几道石门 这家伙 击碎了二十多道 不是冠军都说不过去了呀 第二十一章 万众期待苏白登场 刚开心没多久的秦义 看到自己的排名 居然被别人压下去了 他瞬间惊骇地 朝刚才剑气出现的方向看去 只见思民站在山顶 他目光冰冷 似乎对自己拿到第一的事情 好不意外 注意到秦义的目光 思民冷漠地 看向半山腰的秦义 眼中满是不屑 随后 思民收回目光 扭头离开了山顶 而思民离开之后 秦义则是十分不满地嘟囔道 哪蹦出来的天才 居然比我 还能装接下来 整个江北市 所有想要参加石门试炼的人 纷纷来到了石门的所在处 开始了测试 石门不断地被击碎 也不断地恢复 众人都在各显神通 半空之中的那道 石制榜单上的排名 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但思民的排名 依旧稳稳排在第一 无人可撼动 反倒是秦义 现在已经落到了第四名 吴昊站在石门的不远处 他站在人群之中 看着已经没有人测试的石门 急忙对一旁心不在焉的顾燕熙说道 燕熙 现在石门没有人测试了 咱们抓紧试试吧 要不待会人又多起来了 顾燕熙瞥了一眼吴昊 眼中闪过满满嫌弃 自从上次吴昊被苏白一剑秒杀之后 顾燕熙对于吴昊越来越不满 甚至到了十分嫌弃的地步 但无奈 在吴昊这家伙死缠烂打 做出一大堆保证下 顾燕熙还是只能答应 跟吴昊参加石门训练 行行行 来吧 顾燕熙无奈地说了一句 随即他召唤出剑鞘 吴昊召唤出了自己的剑魂 插入了顾燕熙的剑鞘之中 随后 吴昊看着不远处的石门 他怒喝了一声 随即猛地将剑魂拔出 一道透明的灵力剑气 瞬间从吴昊的剑魂中涌现 剑气猛地朝着石门杀去 吴昊的剑气 瞬间将第一重石门击碎 随后剑气继续不断地突破着石门 而吴昊则是满心期待地看着 好奇着自己的成绩 哪怕是顾燕熙 都带着略微的期待 看着那道剑气 毕竟排名若是靠前 那可是能够获得灵气奖励的 虽然顾燕熙比吴昊多修炼一年 但吴昊可是有着家中丹药扶持 且自身天赋也不弱于顾燕熙 如今几乎都快要超过顾燕熙了 若是有着灵气的帮助 可是可以抵过顾燕熙好几年的苦修呢 这怎么能不让他期待呢 可俩人都希望还是落空的 他们二人的剑气 在击碎第十一到石门的时候 就已经稍显无力 在击碎第十二到石门后 便直接消散 剑气消散的同时 顾燕熙和吴昊两人的名字 也出现在了半空的十字榜单上 不过说垫底的位置 见成绩垫底 顾燕熙不悦地瞪了吴昊一眼 十二到石门 这个成绩显然不行 吴昊善善地挠了挠头 虽然目前来看 吴昊和顾燕熙排在末尾 但吴昊却丝毫不担心 吴昊可还记得 苏白和沈清月也得参加石门测试呢 到时候 俩人的成绩 绝对会比吴昊和顾燕熙俩人的成绩更低 排名垫底的 才会被吸收灵气 有着苏白这家伙在 吴昊自然是没有那么担心了 甚至 吴昊已经在心里盘算着 等苏白测试玩石门测试 被吸收灵气之后 该怎么嘲笑那个家伙了 想着想着 吴昊还笑了起来 而一旁的众玉剑师 见到吴昊这家伙 拿了倒数低海笑了起来 不由得有点怀疑 这孩子是不是痴呆了 而对于吴昊和顾燕熙 附近的老牌遇见师 没有丝毫意外 反而觉得十分正常 一位脸上有着刀疤的男子 看着吴昊的排名 笑道 江北市的年轻人可真有勇气 居然还敢参加石门试炼 不怕被扣灵气啊 是啊 今年的石门试炼出现得那么早 比往年早了将近两个月 这时候 大部分人连觉醒对象都还没找到呢 可不是嘛 正是因为 今年石门测试出来的早 所以很多 今年的觉醒生 都不敢参加石门测试 倒是便宜 我们这些老人了 是啊 在明知道 今年参加石门测试的人 有着我们这些老牌遇见师 参加的情况下 还敢参加 只能说 勇气可嘉 那可说不准 在今年难度巨大的情况下 还有年轻人 敢参加石门测试的 有两种人 一种呢 就是拥有绝对实力的天才 比如排名第一的思民 那家伙 我刚才见了 很年轻 应该是今年的觉醒生 还有呢 就是排名垫底的愣头青了 明知道自己参加 不会取得什么好成绩 甚至还可能被扣出灵气 却还是决定要参加 不知道是该说勇气还是傻 说到最后 与一旁老牌遇见师 交谈的刀疤脸男子 摇了摇头 忽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一旁的人问道 诶 我听说 今年江北市 可是出了一个SSS级剑魂 且还是双生剑魂的绝世天才 叫什么来着 被问到的那名遇见师 汉手思索了一番 随即眼睛一亮 说道 我想起来了 那人叫苏白 是清月高中的学生 这个天赋 可是让整个江北市 在江省好好出了一次风头 别说是整个江省了 放眼全国 都不知道多少年 没出这样的天才了 刀疤脸男子点了点头 随即略微疑惑的南南道 也不知道 这个叫苏白的家伙 会不会参加今年的石门测试 毕竟像他这样的天才 明年境界 都不知道 飙升到哪去了 这应该是他唯一一次 能够参加的石门测试了 听见刀疤脸男子的疑惑 他一旁的遇见师摆了摆手 自信地说道 不可能参加的了 这才觉醒几天啊 天才那也是需要成长时间的呀 这小子 现在技能和境界 肯定都没有磨练好 现在来参加 不是给自己找苦头吃吗 刀疤脸 听着一旁的遇见师 侃侃而谈 认同的点点头道 是这个道理 这小子若是来参赛 估计得吃上不少苦头 我就不信了 难不成人人都是那个 私民正当众人交谈着的时候 苏白和沈清月 也来到了此处 第二十二章 强大的阴警 斩碎一切苏白和沈清月 坐着叶之遥的私欲 来到了石门测试 都附近 沈清月看着车外的众人 忽然变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叶之遥 看着沈清月的紧张模样 他笑了笑 随后安慰道 没事的清月 只要挥出一道剑气 攻打石门就行了 没什么可紧张的呀 一会就能结束了 我只是只是一想到 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测试 我就怕我发挥不好 听着沈清月 那略微颤抖的语气 坐在他一旁的苏白 思索了一番 便直接握住了沈清月 略微颤抖的手掌 沈清月的手掌冰凉 苏白将其握住后 沈清月逐渐停止了颤抖 而苏白则是轻声安慰道 没事的 这只是一个测试 无论怎么样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 听着苏白的轻声安慰 沈清月红着脸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坐在驾驶位的叶之谣 透过后视镜 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翻了个白眼 行了 下车准备测试吧 别待会人又多起来了 叶之谣说了一声 随即 苏白和沈清月 便从叶之谣的车上下来 而整聊这天的重遇 见识见苏白出现 认识苏白的人 纷纷有些错愕 众人看着满脸淡漠的苏白 纷纷窃窃私语道 这不是苏白吗 他居然还真的来了 难不成他真得参加石门测试 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SSS级剑魂 且还是双生剑魂的 苏白啊 他不是刚觉醒吗 这就赶来参加石门测试了 他今年若是不参加 恐怕他明年就没法参加了 天才的升级速度 可是十分恐怖的 明年这时候 恐怕已经将我们甩得远远的了 那看来说 奔着石门测试的奖励而来的呀 年轻人就是太急躁 不知道寓宿则不达这个道理 看他这副模样 估计修炼都没来得及修炼吧 认识苏白的人 对着苏白窃窃私语 言语之中满是对苏白的质疑 苏白听着众人不大不小的议论声 自然是不放在心上 毕竟自己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实力 苏白自身最清楚 如果没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苏白说断然不可能参加石门测试的 但沈清月不同 沈清月在觉醒之后 就一直陪着苏白修炼 他并不去关注外界 所以不知道觉醒几日后 成为十六级剑士 有多可怕 且 沈清月虽然是笑话 但就是因为笑话的身份 且众人还将沈清月的内向 当作了高冷 所以 沈清月在学校内根本没有朋友 这导致沈清月 连一个分享的人都没有 他并不清楚 此刻的他与学校的其他人 拉开了多大的差距 只觉得自己的实力极差 听着周围人接连不断的质疑声 沈清月手心出现冷汗 刚才本来已经安抚下去的内心 如今又紧绷了起来 别紧张 待会让他们见识一下 你我的实力 一切的质疑都会被打破 苏白轻声说着 他再次握住沈清月已经发汗的手掌 安抚着沈清月 沈清月小声地恩了一声 随后也不再去管外界的质疑声 而一些外事来的遇见师 虽然听说过苏白 但并没有见过苏白的真容 所以 看着眼前这少年 难免有些疑惑 虽然他们不认识苏白 但凭着苏白 这略微稚嫩的面庞 众人还是不难猜出 苏白应该是今年才觉醒的觉醒声 那些不认识苏白的外事遇见师 看着满脸稚嫩的苏白和沈清月 纷纷皱着眉交谈道 不是吧 又来一个今年才觉醒都觉醒声时 今年的愣头轻多 还是江北市的学生 都是那么不知道 天高地厚谁知道呢 看这个组合 俩人应该 也只是刚契约的 就是不知道 境界怎么样了 今年刚觉醒的觉醒声 能有什么境界 我看最多也不超过十几件事 连十几件事都没有这样的境界 能够产生攻击力吗 别是来逗笑话的 苏白和沈清月的到来 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声 一时之见 在场的遇见师们 全是对苏白唱衰 一个看好的人都没有 毕竟相比于斯明这样的天才 还是吴浩这种愣头青 更多一点 众人宁愿相信 苏白是跟吴浩一样的愣头青 也不愿意相信 苏白是斯明那样的天交遇见师 而等待苏白许久 甚至脸上都有些焦急的吴浩 见到苏白到来之后 他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见苏白到来 吴浩走上前 朝苏白戏谑笑道 没想到你还真敢来 我以后你已经害怕地逃跑了呢 苏白看着额头冒出冷汗的吴浩 直接拆穿了吴浩 看你这样子 是不是担心我不来你垫底 被吸收灵气的是你啊 被苏白拆穿的吴浩 咬了咬牙 而苏白则是继续笑道 你放心吧 不管我来不来你 同样也只会是垫底 吴浩凶狠地看着苏白 最终他怒哼一声道 好走着瞧 好苏白也不再去管吴浩 而是直接牵着沈青月的手 穿过了人群 最终来到了最前方 青月 来吧 嗯 沈青月顿时召唤出剑鞘 苏白也瞬间召唤出阴警剑 期盼着苏白成绩的众人 看见苏白的掌中 那巨大的粉色巨剑 面色不由地变了变 叶之谣站在后方 他看着苏白的身影 虽然他也觉得 苏白的成绩 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还是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希望苏白的成本 不会垫底 苏白将手中的阴警剑 插入了沈青月的剑鞘 苏白握着阴警剑的剑饼 用着锐利的眼神 看着半空中的石门 众人摒弃宁神 都在期待着苏白这个天才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而吴浩 则是有些紧张 毕竟苏白的成绩 万一比他好 那被吸收灵气的 还是他 轰苏白猛地拔出阴警剑 顿时 一道滑破长空的尖锐剑鸣 想撤了整个江北市 在场的众人 纷纷惊讶地捂住了耳朵 一道耀眼的 让人睁不开眼睛的 巨大多粉色剑气 陡然杀向石门 如同一道 是要斩破长空的 无上利刃剑气 瞬间将第一道石门斩碎 没有丝毫的阻碍 剑气不断斩碎石门 仅仅片刻 所有的石门 禁术被苏白的 这道剑气斩成了碎块 这怎么可能 第23章全部击碎众人 看着33道禁术碎裂的石门 全都傻眼了 33道石门 这怎么可能全部击碎了 太疯狂了 这可是石门测试啊 纵观整个历史 从未有人能够将 33道石门给击碎过啊 这孩子创造了新的记录 这年轻人 真的是今年觉醒的吗 太惊人了 我本以为他多半会是倒数 甚至可能打破最低记录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天才啊 我们华国居然能出现 这么一个妖念 我们华国要崛起来啊 在场的所有遇见试验语之中 除了惊讶于不敢相信 更多的是兴奋 因为他们今日见证了 无耗看着33道全被击碎的石门 他揉了揉眼睛 不敢置信地呢喃道 这假的吧 无耗又紧忙将目光 投上了半空中的实质榜单 见到苏白和沈清月两人的名字 实实在在排到第一名后 无耗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无耗双脚一软 瞬间贪软倒在了地上 他双瞳涣散 依旧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 顾妍熙的脸上 本来还带着细血的笑意 见到苏白 居然打破了历史记录 他先是不敢置信地呆愣着 随即他又想到 他跟无耗 可是排在倒数第一位呢 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 而不那么紧张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 苏白会垫底 所以他们 才如此有恃无恐 可现在 苏白和沈清月拿了第一 那垫底被反噬灵气的 可就是他顾妍熙了 顾妍熙反应了过来 他拿住手中的皮包 不停地抽打着 瘫软坐在地上的无耗 破防半大喊道 这下怎么办 你赔我的灵气 你赔我的灵气 斯明站在山顶之上 他眼神错愕地看着 山脚下的苏白和沈清月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其他人对于苏白击碎 三十三道石门 或许没有什么概念 只是觉得苏白牛逼 但作为击碎了 二十多道石门的斯明 他真切地知道 其中的难度巨大 前面的十几道石门 都挺好击碎的 但一旦到了 第二十道石门这个层次 之后的击碎难度 将会以恐怖的速度飙升 斯明作为省会的 十几年来 都第一天才 从小被无数资源培养的 他拼了老命 也才击碎二十三道石门罢了 若是想要 击碎全部的石门 斯明估算了一番 这至少需要 他和他的契约伙伴 一同到达三十级 才有可能做到 可问题是 苏白既然能够参加 石门测试 那证明他和他的契约对象 肯定都是在二十级以下的 苏白十几级就做到了 斯明至少三十级 才能够做到的事 那苏白的天赋 得到多么恐怖的地步这时 不少遇见诗 纷纷围住苏白 询问着苏白 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天才 可眼尖的人 却是兴奋喊道 什么他妈哪个城市的 这就是我们江北市的天 才苏白那个 SSS 极剑魂的苏白啊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众人搞明白 苏白的身份之后 纷纷都释然了 毕竟天才嘛 那么强很正常 可就在众人心安理得之时 人群之中 又有人弱弱地说道 苏白是SSS 极剑魂没错 可他身旁的那个女生 只是极剑翘啊 什么刚刚才放下心来的众人 此刻又震惊了起来 他们不敢置信地说道 怎么可能 你要说一个SSS 极剑魂 与一个SSS 甚至是S 极的剑翘 击碎了石门就算了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那个女生 居然只是极剑翘 SSS 极剑魂 跟极剑翘 这怎么像都不搭的呀 苏白居然硬生生 扛着压力 打破了石门记录 太恐怖了 他打破全部石门就算了 居然还是跟着极剑翘 一起打破的拿 如果苏白 与一个SSS 极剑翘契约的话 那实力的有多么的恐怖 听到苏白 是SSS 极剑魂之后 众人逗下意识地 把苏白身旁的沈青月 也当做了天才 众人想着 哪怕沈青月 不是SSS 极剑翘 那也得是个SS级吧 再不计 也得是S级啊 谁曾想 居然只是极剑翘 其实极剑翘 都天赋 已经很强悍了 一个小天才 甚至只要努努力 未必会比S级剑翘差 但问题是 SSS级剑魂 跟级剑翘契约 这么想都不大 两个天赋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众人随即又转念想到 苏白居然凭着 跟级剑翘契约 被拖着后腿的情况下 硬生生击碎了 三十三道石门 众人心中顿时 生出了一股敬佩之意 苏白能够击碎 三十三道石门 这是众人没有想到的 可苏白依靠 级剑翘 击碎了三十三道石门 这是众人想都不敢想的 众人无一例外地 开始遐想起 苏白是与一名 SSS级剑翘契约 那他发挥的实力 得害人到什么地步 正当众人热火 朝天讨论之际 刚刚还在不断 抽打无耗的顾颜熙 忽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指着苏白 歇斯底里地喊道 这家伙作弊了 众人热火朝天的讨论声 瞬间安静了下来 全都奇奇呆愣地 看向顾颜熙 而对于顾颜熙的污蔑 苏白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 苏白看着顾颜熙指着自己 苏白淡淡地问道 你说我作弊了 证据呢 见众人都看向了自己 顾颜熙仿佛有了更大的底气 听见苏白要证据 顾颜熙大脑飞速旋转 随后冷声道 你是个双生剑魂 别以为大家不知道 你除了跟沈清岳契约了之外 还跟你的班主任叶之谣 也契约了你这家伙 刚才肯定不是用跟沈清岳契约的那一把剑 而是用的跟叶之谣契约的那一把剑 你这家伙 分明是依靠着叶之谣的力量 所以 你才能够击碎全部的石门 你这家伙 想把大家都蒙在鼓脸 我必须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第24章第一名的奖励 听完顾颜熙这信誓旦旦的言论 众人第一关注点 不是苏白是否作弊 而是震惊苏白 居然还特么是个双生剑魂不是吧 苏白这家伙 妖孽得太可怕了吧 不仅是个SSS级剑魂 居然还是双生剑魂 比开挂都过分啊 SSS级剑魂我多多少少 还听说过一点呢 但双生剑魂 那可是传说中的东西了呀 我居然亲眼看见了双生剑魂的持有者 SSS级剑魂 加上还是双生剑魂 这辈子不出意外的话 那至少都得是90级以上的强者了 就在众人狂热讨论着 苏白这逆天天赋的时候 忽然有人想起来了什么 说到 刚才听这姑娘说 苏白第二个剑魂的契约对象 是她的班主任众人先是愣了愣 刚才顾颜希可是说了 苏白的第二个契约对象 是她的班主任啊 想到这 在场的所有遇见师 都给苏白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苏白此后必成大器 简直就是狠人啊 居然连自己的班主任都不放过 何止是狠人 简直就是狼面 苏白旁边那个小女娃 就已经够好看的了 也不知道苏白的班主任长什么样 刚才苏白和沈清月 不是坐着一辆私欲来的吗 那辆车上面还有一个美女呢 我看过了 丝毫不逊色 苏白一旁的沈清月 那个人不会就是苏白的班主任吧 行啊 居然长得那么好看 我现在怀疑 苏白契约标准 可能不是剑翘等级了 而是长得好不好看 众人不断地讨论着 苏白那害人的天赋 还有苏白契约班主任的事情 就是没人去关注 苏白是否作弊 顾颜希见在场众人的讨论方向 朝自己预想的目标越来越远 他急忙再次大声喊道 各位众人听见了顾颜希的大喊 便纷纷再次将目光投向他 想看看 他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 见众人的目光再次看向他 顾颜希可可两声 随即看着苏白讥讽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的班主任叶之谣的等级 应该是三十多级了吧 你的班主任等级那么高 如果你跟你的班主任 合并见魂的话 那么 你能够击碎三十三道石门这件事 那也就说得通了 苏白 为了我们之间的赌约你 居然宁愿去作弊 没想到居然是那么无耻的人 还好我当初没有跟你契约 听着顾颜希这 充满了庆幸的话语 苏白嘴角抽搐 当初哭着喊着 想跟自己契约 现在倒是知道 翻脸不认人了 而贪坐在地上 双眼涣散的吴昊 听见顾颜希的话语 他双眼渐渐聚焦 随即吴昊狼狈 都从地上爬起 吴昊一副小人得知的样子 看着苏白 随即喊道 颜希说得没错 你这家伙 怎么可能会击碎33道石门 你说你没有作弊 谁信听着这两人的一唱一和 在场众人纷纷也有些猜忌 毕竟苏白一举击碎33道石门的壮举 实在是太过骇人 这苏白不可能作弊吧 他可是SSS 即双生剑魂的天才啊 有这样的实力 我也觉得正常啊 这也说不好吧 毕竟那个省会来的斯明一样 也是个天才 他也只是击碎了23道石门而已 就算跟苏白有差距 也不可能那么大吧 我是觉得 苏白没有作弊的 他刚才可是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攻击的 能有什么作弊的点 我看不出来 众人终于是围绕着 苏白是否作弊这一点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江北市的本地人自然不用说 当然是无条件支持苏白的 而外市来的 则是分成了两拨人 分别是认为苏白作弊的 和认为苏白没有作弊的 总的来说 还是认为苏白没有作弊的人多些 但终归还是有人质疑的 在众人激烈讨论之时 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道 行了 别吵了 想要知道苏白是否作弊了 不是很简单吗 看看苏白和沈清月的名字 是否在榜单上面不就好了 这人说得在脸 大家也就不再争吵 而是纷纷将目光 投向了半空中的实质榜单 第一名苏白沈清月 第二名四名 第179名 吴昊顾延熙 众人见到苏白和沈清月的名字 真真切切地排在第一名之后 众人也就不再继续争吵 毕竟 如果苏白真的是作弊的话 那十门榜单 定然不会认同苏白的成绩 换句话说 既然苏白和沈清月的名字 能够出现在榜单上 那就证明他们两人没有作弊 是堂堂正正地 取得第一名的 而刚才那些质疑苏白作弊的遇见师们 他们纷纷尴尬地挠了挠头 随即对苏白道起歉来 对于众人的道歉 苏白自然说 欣然接受 大家也只是因为顾延熙的话语 而产生误判而已 苏白自然是不放在心上 而刚刚才站起的吴昊剑锋相局 那么快就转变了 他顿时傻了眼 早知道他都宁愿继续摊坐在地上 这下好了 他站起来了 风向没了 尴尬的 还得是他 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后 在场的所有人 纷纷拿着看跳梁小丑的目光 看着两人 眼中满是鄙夷 吴昊倒是觉得没什么 最多也就是有点尴尬 但顾延熙可就受不了了 他从小到大 都是受人追捧 何时被别人拿这种眼神看过 顾延熙 看着周围人鄙夷的目光 他面目愈发猙獰 可正当他想再说些什么时 天空却忽然出现了异样 只见石门缓缓升空 空中之前 那道关闭的裂缝再次打开 而石门也就缓缓进入了其中 众人对这幅场景 已经见怪不怪了 石门离开了 就代表今年的石门测试 已经结束了 而接下来的时间 则是石门颁布奖励的时候了 这也是众人最期待的时候 我听说 今年的第一名 除了灵器奖励之外 还会有特殊奖励啊 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都跟咱们没关系了 看看丹会苏白 能够获得什么吧 毕竟他才是第一名 半空中的石质绑丹 忽然炸开 一股庞大的灵器 陡然出现 随即 这股庞大灵器 有着三分之二的灵器 都涌入了苏白的体内 不过 可不止这些 大量灵器 涌入苏白和沈清月的体内之后 还有一颗丹药 飞进了苏白手中 在场众人看见这颗丹药后 都傻眼了 纷纷失声道 这是剑灵丹吗 我没看错吧 那可是能够挖掘前列 提升自身品阶的丹药啊 第25章 剑灵丹最耀眼的天才 苏白自身的剑魂 已经是最顶级的了 这个剑灵丹 对他人 或许是真宝 但对苏白自己 却没有什么用 苏白打算 将这个剑灵丹 留给沈清月 随即 俩人体内的奖励的灵器 瞬间帮助俩人 突破了一层层境界枷锁 片刻之后 苏白凭着石门奖励的灵器 自身的修为 一跃来到了21级 成就了剑尸境界 而沈清月自身也不差 有着灵器的帮助下 沈清月的修为 也一路暴涨到了20级 直逼苏白的境界 正当俩人高兴之时 一旁的顾颜希和吴昊 忽然感到自身的灵器 被强制抽离了 俩人瞬间跌落了两级的修为 这两级的修为 对于苏白来说 无非就是一个下午的事情 但对于顾颜希和吴昊来说 本就不容易 她自身修炼了一年 好不容易建立起 那么一点优势 随着体内灵器被抽空 她唯一的优势也没了 顾颜希愣了愣 她急忙赶制了一下 自身境界 发现自己确实 少了两级的修为后 她便立马气急败坏地 朝着一旁的吴昊发飙了起来 你这混蛋 偏偏说什么 这次一定会让苏白吃瘪结果呢 你不是跟我保证 一定不会让我的灵器 被吸收的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 你这家伙早知道我就不听 你的鬼话了 老娘修炼了一年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那么一点优势 现在全都没有了 吴昊苦憋的 默默忍受着顾颜希的抽打 她根本不敢还手 只能不断地被迫挨打 她自身的灵器 同样也被吸收了 她心里也苦啊 而周围的人群 看着如同跳梁小丑的俩人 也不由地感到了一阵唏嘘 同时 从顾颜希的话语中 众人也知道 为何俩人如此有底气 参加石门测试了 我算是明白 这两个年轻人 为什么敢参加石门测试了 原来是觉得有苏白保底 所以他们才那么有底气啊 哼 想看人家苏白出丑 结果人家苏白拿了第一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这个灵器就该扣他们的 听他们说的话 好像一开始就是 抱着看苏白笑话来的 结果现在他们自己成了笑话了 自作自受 活该罢了 众人看着这荧幕不断地摇头 俩人被扣出修为固然可怜 可如果他们不抱着 为了整股苏白 而参加石门试炼的话 那自然也不会有灵气 被扣着档子试了 只能说 俩人走到这一步 纯纯是自作自受吧 苏白的实力 大家已经有目共睹 结果顾颜希 刚才还在污蔑苏白作弊 众人对两人的态度 纷纷转作了比 毕竟喜欢在暗地里 做小动作的人 到哪 也不会受人欢迎的 反倒是苏白 苏白年纪轻轻 就有了如此实力 众人难免想要结交一番 于是便纷纷上前 恭喜苏白道 苏白 恭喜你了 能够获得石门的奖励 证明你的成绩 没有丝毫缠水的可能 刚才误会了你 真是不好意思 苏白 看你刚才的架势 你应该已经突破到了 见识境界了吧 真是恭喜你了 年纪轻轻 就有了如此成就 你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一举击碎 三十三道石门 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啊 想不到像这样的天骄 居然会诞生在我们 小小的江北市内 我记得几十年前 也有一个天骄 击碎了三十道石门 现在那个天骄 已经是人类前线的大人物了呀 苏白 可是击碎了所有的石门 这样的天赋 岂不是代表苏白未来的成就 不会低于那位大人 面对在场域见诗们的时候 苏白并没有情绪波动 只是随意地附和了两句 便拉着沈清月的手 打算离开 众人将苏白和沈清月 给为的水泄不通 苏白好不容易带着沈清月 逃出人群后 就急忙坐上了叶之谣的车 离开了此处 众人见到苏白离开之后 便只能遗憾摇头 毕竟他们原本还想要 朝苏白请教一番呢 遇见路上 看的可不是年龄或者资历 一切都是看实力和境界 苏白虽然年轻 但却比众人强 众人朝苏白请教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思明站在山巅隐蔽之处 他静静地看着车辆缓缓离开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这是思明第一次 对一个人产生好奇 也是思明第一次败在别人手里 从小到大 无论是什么思明 都要力争第一 从未败在他人手里 这是思明第一次失败 可他非但没有感到挫败感 反倒是燃起了无尽的战意 苏白嘛 有点意思 思明饶有兴致地说了一句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山巅 而身处下方的众人 见苏白离开之后 便纷纷各自离开了此处 毕竟石门失恋结束了 大家自然是离开了 待到众人离开之后 顾延熙也放弃了对吴浩的抽打 他气愤地看着吴浩 随后愤然转身离开了此处 此刻他的内心满是对苏白的怒火 吴浩的眼神变得怨毒 境界跌了 他还可以用丹药给补回去 但脸面不行 自觉醒到现在 吴浩找了苏白很多次麻烦 但没成功不说 反倒是每次都让自己丢脸 吴浩狼狈地站起身 随后便一圈一拐地离开了此处 看起来十分落寞 今年的石门测试 对于众人来说 是最精彩的一年 毕竟他们见证了一个绝世天才的崛起 而苏白的表现 也让众人彻底地记住了他的名字 之前的苏白 只是在江北市小有名气 放眼整个江省来说 苏白的名号并没有几个人认识 可今年的石门测试 苏白这惊呆了所有人的表现 让众人彻底地记住了 江北市有着这么一个天才的存在 苏白的名号将响彻整个江省 而他打破了33到石门的记录 也会响彻整个华国 众人都会记住 一个岌岌无名的小城市内 有着一个最耀眼的天才 而这个天才的名字叫做苏白 第26章 白虎要激活了不好快去酒店 叶之遥坐在驾驶位 缓缓驾驶着汽车 随后嘴角扬起笑意地 对苏白说道 表现不错 你这一下 可是在江省彻底出名了 恐怕用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记住 江省有你这么一个天才的存在 你可是给江北市 好好长了一波脸啊 面对叶之遥的夸赞 苏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但对于众人的追捧 苏白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一切的名头 或称赞在苏白眼里 都是虚的 只有自身的实力 才能够让自己 保持从容的姿态 倘若苏白的实力 真如吴浩口中那么弱 那恐怕 苏白不会成为江北市的骄傲 而是会成为江北市的笑柄 苏白并不是受到了众人的追捧 所以变得更强 而是因为自身够强 所以 苏白才可以受到众人的追捧 这一点 苏白还是能够分得清的 想到这 苏白便将一直握在手中的剑灵丹 交给了一旁的沈清月 对沈清月笑道 清月 这次麻烦你了 沈清月虽然在此之前 没有见过剑灵丹 但能够挖掘潜力 提升自身资质 每一个遇见师都知道 其中的价值究竟有多珍贵 沈清月急忙将剑灵丹还给苏白 随即红着脸说道 不不用了 咱们是契约对象 我帮你是应该的 这个丹药太过珍贵了 我不能受 苏白你留着吧 苏白对沈清月这副拘谨模样 感到些许无奈 这丫头 哪哪都很好 唯一一点就是 实在是太客气 苏白与沈清月契约了那么久 换作一般人 哪还会计较这些 早就将剑灵丹收下了 可哪怕苏白跟沈清月已经熟识 但对于苏白赠送的物品 沈清月还是不愿意收下 仿佛要跟苏白保持着距离 其实 这倒也不是沈清月高冷 与其说是高冷 倒不如说是内向 沈清月属于是内向到极致的那种人 她可以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但你想要对她付出的时候 她却不愿意接受 不是她不喜欢你 相反 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所以才不愿意收下你的礼物 苏白自然是知道这一点 俩人拿着剑灵丹 一阵推丧 沈清月对苏白劝说道 苏白 你可以将这个剑灵丹 卖掉去换取其他的修炼资源 你将这种宝物 给我简直就是爆天天物 这次与你参加石门试炼 我能够获得那么多的灵气升级 已经很感激了 我不可以再收下你的东西 苏白无奈摇头 她怀疑 若是石门测试获得的灵气 可以分配的话 沈清月这丫头 一定会将全部的灵气 都分配到自己身上 且还是毫不犹豫的那种 苏白无奈 只能对沈清月耐心劝解道 我将剑灵丹给你 并不只是为了帮助你 同样也是为了帮助我自己 你想想看 你获得剑灵丹之后 你的实力提升了 那么作为你的契约对象 我的实力 是不是也间接提升了 所以收下这颗剑灵丹吧 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你就当作是为了帮我 好不好看着苏白手里的剑灵丹 沈清月还是有些犹豫不决地说道 可是你明明可以将剑灵丹卖掉 去换取其他的修炼资源 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样对你不是更直接一点吗 听着沈清月的疑问 苏白摇了摇头 随后对沈清月解释道 这两者不一样 我将剑灵丹拿去换修炼资源 的确可以提升我自身的实力 不过那是一次性的 提升完之后就没了 但是只要你服下剑灵丹 之后 我与你的修炼速度 不仅会加快 就连自身的实力 也会增强 这对我来说 提升更大明白吗 可是你就收下丹药吧 剑沈清月 还是犹豫不决 就连一直在开车的叶之谣 都看不下去了 开口劝道 苏白说得不错 他换取的修炼资源 的确可以提升他的力量 但提升完了也就那么回事 但你提升你自身的资质 不仅你可以收益 苏白同样也可以收益 且是一辈子的收益 比那些修炼资源划算多了 你也不想 一辈子都拖着急剑翘 去帮助苏白吧 就算你愿意 你自身的实力 还是会慢慢跟不上的 叶之谣的这一番话 可谓是说到了 沈清月的心坎里 片刻之后 沈清月点头道 谢谢你苏白 我愿意啊 正当沈清月开口之时 苏白便眼疾手快地 将剑林丹直接塞进了 沈清月的口中 打了沈清月一个错不及访 剑林丹刚刚放进了 沈清月的口中 就瞬间化作了一股暖流 流遍了沈清月的四肢百骸 沈清月面色红韵地说道 苏白你做什么 我都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呢 你就塞进来 我一点心理反应都没有 剑剑林丹 终于是放入了沈清月的口中 苏白只感到一阵轻松 随即苏白坏笑地 看着沈清月道 清月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沈清月的面色变得红韵 她眼神渐渐变得迷离 随即 沈清月一时略微模糊地说道 我不清楚 我感觉我剑鞘上面 开始增添了许多花纹 而且 我的剑鞘正在慢慢变强 我感觉好难受 苏白 我有点控制不住这股力量了 我好难受 沈清月的修为 本就因为石门测试 所获得的灵气 暴涨到了二十几 因为修为暴涨 所以 沈清月目前对于力量的 把控水准还不稳 再加上沈清月 因为自身的白虎传承 正在不断地解封 她对于力量的掌控度 本就在缓慢下降 如今又被苏白 强塞了一颗剑铃丹 更是加快了沈清月的解封速度 剑铃丹提升沈清月资质的同时 也让沈清月 开始了微微失控 苏白一开始看着沈清月这副模样 还以为是正常现象 可渐渐的沈清月 越来越不对 仿佛要晕过去似的 苏白看出了沈清月的不对 她急忙扶住沈清月 对身前的叶之谣 焦急喊道 不好快去酒店第27张 灵气化水 突破S级剑鞘啊 听见苏白忽然来了一句 要去酒店 叶之谣的方向盘 都差点打歪了 随后 叶之谣透过后视镜 也看出了沈清月的不对 便立刻调转车头 朝着最近的酒店杀去 到达酒店之后 苏白立刻背着 已经浑身发烫的沈清月 冲进了前台 而前台小哥 看着沈清月和叶之谣这副模样 都傻眼了 那个哥们 咱这是酒店 不是医院 你确定你背上 那个女孩没事 前台小哥 看着已经满面通红的沈清月 结结巴巴地对苏白说道 苏白则是火急火燎地说道 我知道 快点给我开一间房间 很急 苏白已经能够感觉到 沈清月现在的实力暴涨 甚至因为灵气过于浓郁 已经化成了流水 只怕再晚一回 沈清月就得因为 承载不住体内力量而死亡了 前台小哥 帮苏白开好房间之后 苏白便直接背着 沈清月朝房间杀去 而看着苏白这副模样 前台小哥不禁摇头道 真会玩 苏白打来房间 随后将沈清月放到了床上 只见沈清月 现在浑身上下 都是溢出的灵气 甚至这些灵气 因为太过于浓郁 进而化成了灵水 可见沈清月 现在体内的灵气的 有多么害人 总而言之就是 很热苏白 要帮沈清月做的 自然就是帮助沈清月 将这些力量给镇压下去 力量暴涨是好事 前提的是 控制得住 沈清月现在都晕过去了 显然已经控制不住 这股力量了 若是苏白放任 沈清月的力量 继续暴涨 那恐怕沈清月体内的灵气 越来越多 最终会导致爆体而亡 沈清月仅仅只是 晕倒了这么片刻 就因为流出来的灵水 将整个床单都给浸透了 苏白也不再犹豫 他顿时召唤出了自己的剑 而沈清月的剑翘 也仿佛受到了召唤 居然不由自主地出现了 苏白若是想要 帮沈清月镇压力量 则是需要 将自己的剑魂 与沈清月的剑翘 进行合并 也就是进一步的契约 这样 苏白才能够将沈清月体内 多余的灵气 转移到自己身上 以此帮助沈清月 分担压力 想清楚之后 苏白没有任何的犹豫 便使用剑魂 与沈清月的剑翘 尝试合并了 以往苏白 想要与沈清月剑魂合并 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沈清月的剑翘的能量 对于苏白的剑来说 太过于灵力了 那仅致灵力的灵气 令俩人不敢想象 哪怕是沈清月有意识的时候 俩人配合着 都需要好久的时间 才可以彻底进行合并 可现在沈清月的剑翘 却有了些许不同 如今经过剑灵丹的开发 虽然沈清月的剑翘 依旧还是那么的 但有着灵水帮助 为两人的合并 注上了不少力 有着灵水的帮助 沈清月的剑翘 变得更加温和 苏白的剑魂 明明只是靠近 就不由自主地 被吸附进去了 沈清月剑翘里的灵水 跟叶之遥的不用 叶之遥的剑翘 仅仅只是为了让苏白的剑 更好的合并 但沈清月剑翘里的灵气之水 却是不受控制 这同样也给苏白 带去了全新的体验 之前 苏白与沈清月的剑翘 合必时 苏白体内的能量 是十分紊乱的 可如今在灵水的帮助下 就好像是浑然天成一般 苏白缓缓地控制着剑魂 其实 苏白可以一鼓作气 凭着灵气的帮助 直接强行契约 沈清月的剑翘 不过苏白可不想这么做 就这样 苏白在灵水的帮助下 经过了半天的磨合 苏白的剑魂 也终于彻底地 与沈清月的剑翘合并 苏白的剑魂 与沈清月的剑翘合并的那一刻 苏白便施展自身力量 将沈清月多余的灵气 给镇压了下去 同时 沈清月也感觉 自己的剑学通道 在苏白的帮助下 彻底开启 不过经过沈清月这一下 苏白的剑 相比刚才更加强大了起来 随后 苏白便开始缓缓地帮助 沈清月镇压力量 在剑魂合并的过程中 有了苏白 对于自身多余力量的镇压 沈清月终于可以 勉强控制自己的力量 不少花纹 同时 苏白感觉沈清月剑翘身上的 那一股紧翘感 缓缓消退 也在慢慢接受 苏白剑魂的契约 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 沈清月的剑翘 之所以会对苏白的剑 慢慢接受 说明沈清月的剑翘 已经熟悉了苏白的剑魂 这样的话 从此以后 哪怕就算没有了这一股 浓郁似水般的灵气的帮助 苏白在想要与沈清月的剑翘 何必支持 也会更加容易 不会像以前那般困难了 最终 在苏白的帮助下 沈清月的剑翘上的花纹 终于补齐 而沈清月的剑翘资质 也从即 突破到了S级 除此之外 沈清月的传承 也进一步觉醒了 也就是说 距离沈清月的剑翘 等级达到SSS级 已经指日可待了 而沈清月自身的实力 也在剑灵丹的帮助下 暴涨了好几倍 虽然给予S级 只差了一个等级 但其中的差距 可是天差地别 沈清月的剑翘 突破到S级之后 哪怕没有刻意地去修炼 自身实力 也在资质提升的同时 暴涨了起来 下午的夕阳 照射到沈清月的脸上 将还在熟睡中的 沈清月给照醒 沈清月睁开眼睛 看着陌生的天花板 沈清月急忙做起 沈清月疑惑地 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自己身处 酒店的房间之内 沈清月又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 变得极为凌乱 好似被人扒开过似的 沈清月又扭头看向一旁 还在熟睡中的苏白 种种迹象 让沈清月 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沈清月不敢置信地 看着苏白 她本以为 苏白只是有点好色 没想到 苏白能对她 做出那么禽兽的事情 沈清月蜷缩在一起 开始哭泣 而她尽力压抑的哭声 还是将因为 劳累过度的苏白 给吵醒了 苏白伸了个懒腰 随后她听见了一旁 沈清月的哭泣声 急忙问道 清月你怎么了 沈清月躲开了苏白的手掌 随后边哭边说道 你这个禽兽 你为什么要那样 对我你好好跟我说 我又不是不愿意 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 呜呜呜 沈清月这一番话语 令苏白摸不着头脑 随即 她想到自己 昨日强行将剑林丹 塞入了沈清月口中 便以为沈清月说的是这件事 苏白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毕竟 你一直百般推辞的 那我也只能这样了 我什么时候推辞了 你这家伙 根本问都没有问过 呜呜 看着沈清月哭的这副伤心模样 苏白有些不解地说道 没必要哭得那么伤心吧 我都说那个东西 对我不重要啊 你何必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听见苏白这近乎禽兽的发言 沈清月拿起抱枕 就朝苏白扔去 随后继续哭道 废话 当然对你不重要了 但是对我很重要 你凭什么没经过我允许 就这么做沈清月 继续卷缩着哭泣 苏白挠了挠头 以为是沈清月 因为吃了剑林丹 所以对自己感到愧疚 于是 苏白便半开玩笑地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以后好好补偿我好不好 我还要补偿你 沈清月顿时就忍不了了 他拿起抱枕 不停地朝苏白砸去 苏白都被砸傻了 连忙求饶 就在这时 刚打完饭回来的叶之谣 见到这一幕 都梦了 平时最内向的沈清月 居然敢暴打苏白了 哎 你们俩做什么呢 叶之谣急忙阻拦住沈清月 随后不解问道 清月 昨天累死累活地 帮助你镇压灵气 你怎么一睡醒就打人家 镇压灵气 这下轮到沈清月梦了 叶之谣点点头道 是啊 昨日苏白为你服下剑林丹 你却因为无法镇压灵力 导致生命危在旦夕 后面是苏白忙活了一整天 才帮你将灵气镇压下去 你的资质 也才能够提升到S级 你都忘了 经过叶之谣这一提醒 沈清月总算是回想起 自己昨日被苏白 强行服下剑林丹的事情 剑是自己误会了 沈清月的脸颊 立刻变得微红 哪里还有刚才的肛猛模样 苏白叫痛得直起腰板 她累了一天 结果起床就挨顿打 这她上哪说里去见 是自己误会了苏白 沈清月立刻关切地对苏白说道 苏白 你疼不疼啊 对不起苏白 嘴角抽搐的看着沈清月 随即摇摇头道 没大事 如果你不打我的话 俩人恢复之后 便坐着叶之谣的车 回到了学校 而苏白和沈清月 夺得石门试炼第一名 且苏白获得剑灵丹的事情 早就在学校传开了 苏白和沈清月俩人 一来到学校 顿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学校里的其他女同学 则是将沈清月围住 满脸激动地问道 沈笑花 我闷斗听说 苏白将那枚剑灵丹给你了 那你现在的资质 是不是已经提升到S级了 沈清月笑容僵硬地点了点头 见沈清月点头确认了 其他人更是羡慕地大喊了起来 这石门试炼的第一名的奖励 也太好了吧 居然能够将人的资质提升上去 这说是逆天改名也不为过呀 更重要的是 苏白愿意将这个剑灵丹 让给沈笑花啊 虽然苏白已经是SSS级剑魂 但她完全可以将剑灵丹卖出去 换其他的修炼资源呀 是啊是啊 那可是剑灵丹 能够提升资质的 若是卖出去 肯定是价值连成的呀 可苏白居然还是愿意 将剑灵丹给沈笑花提升资质 之前大家都说 配不上苏白 现在沈笑花可是S级剑窍了 看谁还敢说 沈笑花配不上苏白众人都以为 是苏白的剑灵丹 强行将沈清月的资质 拔高到S级剑窍的 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沈清月自身身怀白虎传承 传承觉醒的那一刻 沈清月的剑窍 自然就会提升到SSS级剑窍 而苏白的剑灵丹 对沈清月固然有作用 但作用绝对没有众人口中的那么大 最多只是 起到了辅助作用 剑灵丹对沈清月起的作用 最多就是让沈清月觉醒 传承的速度加快 使其传承到达了一个阶段 所以沈清月的资质才会被拔高 剑灵丹的确有着提升资质的作用 不过是小幅度提升罢了 毕竟SS级与SSS级相差那么大 可不是一个剑灵丹 就可以弥补其中差距的 但众人不知道啊 他们并不清楚 沈清月有着白虎传承这件事 全当是剑灵丹的功劳了 而拦住苏白的 可不只是男同学 女同学同样也拦着苏白 且不少人用着含情默默的眼神 看着苏白呢 苏白同学 不知道你还缺不缺奇约对象 我是B级剑灵 跟清月笑话比差不了多少 而且我还有很多秘密 等你发现 OB级剑灵凑什么热闹 苏白同学 我是级剑灵 跟之前的清月笑话 是一个等级 选择我吧 我也只需要一枚剑灵丹 就可以变得跟清月笑话一样 而对于众人的热情 苏白只能是一笑了之了 清月 替我挡住那个家伙的攻击好 沈清月手握剑翘 面对前方的月牙剑气 沈清月举起剑翘 瞬间将其抵挡住了 见沈清月将自己的剑气抵挡住了 那戴眼镜的男子 正准备咬牙攻击 可苏白却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苏白猛地挥出一剑 一道不沾染任何尘埃的纯白剑气 瞬间将戴眼镜的男子 和他的契约对象击落下擂台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见对手已经被解决 苏白笑盈盈地走向沈清月 随后俩人十分有默契地积了个掌 庆祝着再一次的胜利 距离沈清月资质变成S级剑翘的那一天 已经过去很久了 而俩人也成功地参加了 江北市天骄舞者大赛 至于战况俩人这两天 一直都在与外校学生交流 可对战起来根本毫无压力 仿佛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可以说 苏白和沈清月目前所经历的战斗 几乎全是碾压式胜利 还没有一个对手能够让两人使出全力 而贝基飞下擂台的那名眼睛男子 不甘地垂地 他和他的同伴都是极的天赋 两者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组合了 结果连苏白最普通的一招都没有撑住 见自己的契约对象不甘垂地 眼睛男的契约对象无奈地叹口气说道 接受失败吧 对面的人可是苏白 说在他手底下不是很正常吗 没错 苏白经历过石门失联那件事过后 现在他的名号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北市 苏白的名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所有在江北市跟苏白同一届的舞者 都将苏白视作目标 当然了 在这次大赛上 众人才彻底知道 苏白不是能够追赶的目标 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而在岳阳高中的观众席上 一个留着寸头打着耳钉的男子 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下场的苏白 和沈青岳俩人 而他的目光 更多是放在了沈青岳身上 王如龙招了招手 他一旁的小弟 立刻弯着腰走了过来 随即对王如龙恭敬说道 王哥 什么吩咐王如龙 指了指下方跟着苏白离开的沈青岳 随后对一旁满脸恭敬的小弟说道 帮我调查看看 苏白身边的那个女的是谁 要快 那名小弟 朝王如龙手指的方向看去 随后嗨了一声 对王如龙解释道 不用调查了王哥 这女的 我知道是谁 这女的名字叫沈青岳 是青岳高中的校花 刚觉醒之后 就直接跟苏白契约了 而且 他一开始觉醒的天赋 只有极剑桥 是后面苏白 用石门试炼第一名的奖励 才强行将沈青岳的天赋 给提上来的 王如龙看向侃侃而谈的小弟 随后问道 你觉得 苏白为什么会选择 他契约听见王如龙发问 这名小弟 汗手思索了一下 随后不确定地回道 外界都在传 说是苏白这家火烈爱恼 SSS极剑魂 去跟一个极剑桥契约 你也觉得 是这样听到王如龙反问 这名小弟 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随即说道 应该是这样的吧 王如龙嘴角含笑地摇了摇头 随即 他仿佛看透了一切 笑道 没人会傻到 用自己的前途去开玩笑 既然苏白能够选择 跟沈青岳这个 看似普通的剑桥契约 那只能说明 沈青岳背后定然不简单 王如龙的家庭条件 十分不错 父母亲的实力 在整个江省 也是排的上号 所以他多少也算 有点见识 给我调出来 我不想说第三遍 听见王如龙 这逐渐变得冰冷的语气 那名小弟也不敢耽搁 便立马去办了 王如龙回到家中别墅 而他那名小弟 早就将资料备齐了 见到王如龙回来 那名小弟顿时恭敬地说道 王少 沈青岳的资料 我已经给您整理好了 为了预防 您还需要苏白的资料 所以 我也提前将苏白的资料 也打印了一份给您 王如龙点点头 他习以为常地 对一旁的小弟说道 行了 听到王如龙这么说 那名小弟 立刻面色一喜 他道了一声邂逅 便离开了此处 他手里不断翻阅着 关于沈青岳的一切资料 看完之后 王如龙将资料合上 你难道 居然是传说中的神兽传承不错 有点意思 王如龙见到沈青岳 居然是神兽传承之后 立马就动了 想要与沈青岳契约的心思 至于沈青岳 已经跟苏白契约这件事 王如龙可不在乎 在普通人眼里 契约是一辈子的事 可实则不然 王如龙因为父母实力强大 所以对着契约的事情 多少有着了解 其实 哪怕是契约之后 一样可以解除契约 双方恢复自由身的 这些消息 没有在平民之中流通 但王如龙可是十分清楚 但是 这个方法 同样有一个弊端 就是一旦契约取消 那么 契约双方中 会有一方受到十分强烈的反噬 至于反噬的大小 是靠什么决定的 王如龙也不清楚 不过他倒是听说 反噬到最严重的地步 可能被反噬的那方 将一辈子无法修炼 变成一个废人 虽然王如龙 已经跟别人契约了 但并不妨碍 他对沈青月起了心思 至于解除契约的反噬 王如龙自然是让对方承担了 他怎么可能承担 他还要修炼呢 同时 沈青月的资料旁 还有着一人的资料 苏白的资料很薄 薄到只有两页纸 而王如龙了解到 苏白在觉醒SSS 及剑魂之前 只是一个班级透明 且目前他背后 也没有什么靠山之后 脸上笑意更甚 虽然苏白是SSS 及剑魂 但王如龙自然有办法 让他和沈青月解除契约 想成为一名SSS 及剑魂不容易 但想毁掉一名SSS 及剑魂 那还不简单吗 看着资料上苏白的照片 王如龙笑着呢喃道 是个天才 不过可惜 天才总是短命的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 类苏白和沈青月 走下了擂台 随即苏白扭头 笑着朝沈青月问道 沈青月思索了一番 随即低下头扭捏地说道 其实我没什么感觉 就只是用剑翘挡住了剑气 其他的都是你在做 也许到了之后 我们能够碰见更强的吧 不管怎么说 现在先回去休息吧 好 随后 俩人正想离开会场 可不知从哪冒出来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少女 拦住了苏白 苏白 你先等等 一个穿着超短裙 上身穿着灰色背心的 双马尾少女 拦住了苏白 她的眼角点了一颗痣 手上和脖子处 还挂着链子 看起来十分绚练 相比于那项清纯的沈青月 眼前这个少女 更像是叛逆的不良女孩 苏白和沈青月 被少女拦住 苏白看着眼前的陌生少女 疑惑问道 你是少女双手环抱 满脸傲娇地看着苏白 都不用等她做出回答 一旁观众席上的众人 看着灰衣少女 顿时兴奋地说道 这不是咱们隔壁江北义中的 爱李悦涵可是传说中的SS级剑翘 也就是他还没有契约 要不这戏的大赛 他肯定也会参加的 李悦涵拦住苏白做什么 他俩也不认识 不会是李悦涵想找苏白契约吧 而众人不断地惊叹声 让李悦涵脸上的傲娇更甚 他用着不屑的眼神 瞥了一眼沈青月 随后对苏白说道 你叫苏白是吧 我听说过你 大名鼎鼎的SS级剑魂 还是打破了石门试炼的历史第一人 你很出名 见对方目前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意 苏白便礼貌地笑道 多谢同学夸奖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李悦涵嘴中不断咀嚼着口香糖 随后他双手环抱 直视着苏白的眼睛道 我也不浪费双方的事件了 我找你的目的很简单 我知道你是双生剑魂 我想要跟你契约 你身旁的那个女的 叫沈青月是吧 她不过是S级剑翘而已 还是从级强行提上来的 跟我比不值一提 将她一脚踹开 然后跟我契约 怎么样听着少女自大的语气 以及话里话外 对沈青月的贬低 苏白是打心底里不舒服 便用着不悦的语气 反问李悦涵道 跟你契约你哪位啊 李悦涵似乎没有听出 苏白话语里不悦的语气 见苏白问起 李悦涵吹了个泡泡 随即依旧用着自大的语气 朝苏白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说 我叫 李悦涵 SS及剑翘 这下你明白了吗 听着李悦涵这狂妄之际的语气 别说沈青月 身还神兽传承了 就算沈青月 只是一个普通的极剑翘 苏白也断然不可能 抛弃沈青月 跟这种人契约 苏白气笑了 他拉住了沈青月 略微颤抖的手掌 随后 用着同样的语气 对李悦涵说道 李悦涵 是吧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底气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没有跟你契约的打算 别说我跟青月契约了 就算没有 我的契约对象 也轮不到你 原因很简单 我不喜欢狂妄自大的人 明白了吗 同学听着苏白的回绝 以及最后一句 那赤裸裸的看不起 李悦涵略微愣住 随即恼羞成怒地说道 跟我契约是你的荣幸 你知道有多少人 想找我契约我都没看上吗 苏白用着略微不屑的眼神 看着李悦涵 随即说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跟你契约 但我知道我同样没看上你 李悦涵咬着牙 指着满脸不屑的苏白 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 最后留下一句 你会后悔的 便离开了会场 李悦涵气愤地快步走着 得拳头攥得越来越紧 看着一旁的大树 李悦涵气急败坏地 就打了上去 天底下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带我提升了实力 我一定要把你抢过来 苏白李悦涵 心里愤怒地想着 随即他便气愤地快速离去 坑两道剑魂相撞 整个擂台上顿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碰撞声 将观众席的众人看得心潮澎湃 两道剑魂的主人同时后撤 随即身穿清月高中校服的男子 立刻与一旁的契约对象 合力击出了一道闪烁着星光的剑气 月牙剑气俩人同时怒吓了一声 随即一道充满着杀伤力的月牙形状的剑气 就朝着对手杀去 而观众席上的众人纷纷赞叹道 看来清月高中的这一对组合 磨练得不错呀 居然都可以使出合体剑气了 我看他们应该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了 那还不好说 我看那月阳高中的大个子 未必就不会使用合体剑气 且他剑魂的威力相比于清月高中的 还要更强一点 两者都是势均力敌呀 还是看这些人比赛来的精彩 每次看到苏白的比赛都没意思 对手永远都是被一招秒杀 一点观赏性都没有 擂台上 月阳高中的壮硕男子 看着这一道剑气 他看向自己的契约对象 随后俩人同时喝道 金燕剑气 就在俩人大喝一声之后 壮硕男子猛地挥出一剑 结果无数的金色大燕般的剑气 就朝着清月高中的男子杀去 那道月阳剑气 在这一群大燕之中 毫无抵抗之力 瞬间就被抵消散掉 而清月高中的俩人 也被这一群金色大燕 给打下了擂台 被打下擂台的俩人 只能遗憾退场 而月阳高中的俩人 则是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春风得意地走向了擂台 苏白和沈清月 缓缓走上了擂台 引来了观众席中人 更大的欢呼声 这几日 苏白和沈清月 在赛场上的表现 已经让所有人都记住了 清月高中 有着一个天交组合 片刻之后 苏白这场比赛的对手俩人 也缓缓走上台 而那红发男子 正是前几日 基于沈清月的 王如龙江北市的 整个天交大赛 都是全国直播的 主要是为那些天交 增加些人气 毕竟江北市的天交 走出去 却无人认识 那得多尴尬 而这 同样也给苏白和沈清月 增强了不少知名度 苏白之前 本就凭借打破 石门历史记录 在全国出了一次小名 再加上这次的天交大赛上 苏白的比赛 虽然没有什么观赏性 但凭借一招秒杀的断层实力 同样也积累了 不少的人气下来 而正在观看着直播的 来自全国各地众人 见到苏白和沈清月 上场之后 纷纷都有些激动 这不是石门测试 第一的苏白吗 没想到居然轮到他上场了 苏白上场了 别人还怎么玩 那可是创造了 石门历史记录的第一人 谁体配到他谁倒霉的 听说他的契约对象沈清月 因为苏白送给他的剑铃单 这下资质 也来到了S级剑翘了 俩人倒是班配了不少了 SSS级剑魂 加上S级剑翘的契约组合 我都想象不出来 他们怎么说 这次恐怕又得是 秒杀吧 这下看直播的众人 之所以如此激动 何对苏白那么有自信心 是因为苏白有着 在全国广泛的知名度 而他对面的王如龙 倒是没多少人认识 反倒是江省本地的人 倒是为苏白捏了把汗 因为苏白的对手 王如龙 同样不简单 王如龙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极其强大的遇见师 也许在全国 没什么明显 但是放在江省 那绝对是想当当的大人物了 而作为两位强者的子嗣的王如龙 自然是被江省众人熟知了 光是强者后代这个标签 就已经足够让众人为苏白捏了把汗了 王如龙作为强者后代 实力强劲是不用多说的 关键是他所拥有的资源 可以让他接受着更好的训练 王如龙自觉醒剑翘的那一刻 就已经开始每日的 不停接受对战训练 可以说 王如龙在对战经验这一块上 是碾压苏白的 王如龙可不是什么 众人眼里的富二代花瓶 他能够让众人熟知 一方面是他的父母 另一方面 则是王如龙自身的实力 反观苏白虽然是SSS级天赋 但跟王如龙相比 苏白作为御剑师的对战经验 实在是少得可怜 只有寥寥几场 在外地观看直播的众人 不知道这一点 但江省的本地人可是知道 他们纷纷摇摇头说道 苏白这次可是有的好受的了 那可是王如龙啊 是啊 王如龙的天赋 虽然比苏白差点 但耐不住人家家中资源好啊 从小就接受着御剑师的相关培养 我看谁输谁赢 也不好说了 是啊 而且王如龙的契约对象 可要比沈青月强上不少 这场战斗定然是个持久战啊 希望沈青月别拖苏白后腿吧 众人内心虽然都为苏白捏了把汗 但更多的是兴奋 苏白之前的战斗 都是秒杀式战斗 很强 但观赏感 才是众人最在乎的 但众人也无奈 谁叫苏白这家伙太强了呢 导致一个能跟他势均力敌的对手都没有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王如龙除了天赋这一块 稍训苏白 其余的基本上都是强于苏白的 天赋的战斗 众人喜欢看 但众人更喜欢看的是 天赋与天赋之前的战斗 王如龙和苏白 显然就是针尖对脉盲 天赋对天赋 叶之谣站在擂台下的不远处 他同样有些担忧苏白 毕竟王如龙的名气 可不是白来的 相比于王如龙 苏白还是略显至呢 擂台之上 裁判正给双方说着注意事项 不过除了沈青月 一直乖乖点头 其他人都没听就是了 王如龙的目光 丝毫不掩饰地 在沈青月的身子上 肆意打亮 注意到了王如龙 这充满侵略性的眼神 沈青月皱了皱眉 苏白同样也注意到了 王如龙那毫不掩饰的眼神 苏白下意识地 把沈青月护在身后 而见苏白对沈青月如此亲密 王如龙的眼中 出现了一丝不悦 裁判交代完注意事项之后 他先是后撤了两步 随后一声令下 开始轰在裁判一声令下的瞬间 王如龙几乎是同步的时间 召唤出手中的暗红色剑魂 随后就如同迅捷的恶狼一般 杀向苏白 苏白面上一惊 但还是急速反应了过来 他急忙召唤出阴警剑 随后抵挡住了王如龙 这快到极致的一招 场下的叶之遥 见到王如龙一上来 就使出全力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防备 但还是不由地心惊了一下 王如龙那一招所蕴含的杀意 可不是开玩笑的 叶之遥 能够明显地感觉出 王如龙那想要干掉苏白的想法 与其说是叶之遥感觉出来的 倒不如说是王如龙 根本就没有想过 掩饰自己的杀意 看着如疯狗般不停进攻 施展着猛烈攻势的王如龙 叶之遥吃惊地呢喃道 看这个架势 压根就不是打算来比赛的 上来救下死守 是打算来杀人的嘛 而场外的观众席上的众人和 正在看直播的观众 看见王如龙 这瞬间出手的攻击 他们同样也有些傻眼 我根本什么都没有看清 他们怎么就瞬间叫起手来了 确实很快 王如龙的对战经验 真的是丰富 裁判下令瞬间他就动手了 还好苏白反应过来了 要不然肯定得吃大亏 问题是苏白现在有点略微处于劣势 是因为刚才王如龙先出手的缘故吗 我怎么看到苏白在节节败退啊 这跟前面几场比赛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王如龙上来救下死守 几乎就是抱着杀死对方的心来作战的 这么一比的话 前面几场比赛 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啊 真正的战斗 哪有留守这一说 上来全都是下死守的呀 精彩太精彩了 这才是真正的比赛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俩人都不会是天骄遇见诗 真期待到底是谁可以获胜 苏白在抵挡王如龙 那凶猛攻势的一瞬间 也看出来了 王如龙上来救下死守 且是直接针对着他来 这可不像单纯来比赛的 不过苏白丝毫不慌 他在王如龙凶猛的攻势下 游刃有余地抵挡着 擂台上不断响起 两剑相交的震荡声 看似苏白节节败退 可苏白每招每适 都将王如龙的攻击 完美化解 让王如龙 颇有一股有历史不上的感觉 王如龙看着苏白 这副轻松模样 他心中怒意更甚 随即 他攻势愈发猛烈 好似眼中已经没有其他 只有对苏白的怒意 苏白也不知道 王如龙这股怒意 从何而来 仿佛自己抢了他的契约对象一般 但苏白苦苦思考了许久 确定自己的确是 不认识王如龙这家伙 自己也没有抢他契约对象 无奈 苏白只能将王如龙 当作是一个 喜欢猛烈攻势的 激进型御剑师 你难不成只会挡吗 趁着攻击剑险 王如龙与苏白两剑相交 趁着这一时刻 王如龙对苏白说道 你难不成只会刮杀吗 苏白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讲真 王如龙的剑魂 简直细得跟牙签似的 对他的鹰颈剑 根本造不成一点伤害 至于为何 苏白要和王如龙纠缠到现在 是因为苏白想要看看 自己的实力如何 不然 哪里还能轮到王如龙 这家伙打爽吗 你这个话题 仿佛是王如龙的禁忌 他似乎很讨厌别人 提起这个话题 苏白只是不嫌不淡地说是一句 王如龙的面色 就一阵轻一阵白 杀了你王如龙 怒吓一声 随即 他再度猛地将苏白往后一推 苏白借是轻盈的后退 来了两步 俩人看似交战猛烈 但实则苏白身上 一丁点的伤势都没有 甚至 就连一丁点的灰尘都没有沾上 反倒是王如龙 仅仅只是对着苏白 展开他那猛烈的攻势 不到五分钟 此刻 就已经气喘吁吁 看起来 体力十分不支了 王如龙将剑尖抵在地面 重重地喘了好几口粗气 苏白也没有着急进攻 刚才还十分激烈的战斗 此刻却仿佛进入了中场休息 需要我喊裁判 让你下场回家休息一下吗 看着王如龙 依旧还在喘着粗气 苏白调笑般说了一句 而王如龙 经过这几下喘息 渐渐地 也恢复了大部分体力 先顾好你自己吧 王如龙冷哼一声 他举起剑魂 对准了苏白 看似还要施展着什么见解 虽然大部分人不知道 王如龙想要做什么 不过一些了解 王如龙家族的遇见师们 可是看出来了 他们纷纷瞪大了眼睛 看着王如龙道 看王如龙这个架势 难不成他是要施展出 他们家流传的剑技 以此无双这剑技 可是极其难掌握的 哪怕是他父亲 也是耗费了十几年 才将这道剑技学之大成 没想到王如龙那么年轻 就学会这一招了 如此年轻 就已经学会了 如此强横的剑技 王如龙的前途不可限量 他不会成为比他父亲 还要更强的遇见师吧 王如龙一直不断地叙利着 他对着苏白的剑芒愈发耀眼 仿佛下一刻 就是一束激光的暴闪 看着王如龙嘴角泛起的冷笑 以及剑尖上的剑芒 苏白知道 他也没有把握接住这招 坑正当王如龙打算发力之时 刚才民兵只是在消极抵挡的苏白 却猛烈爆发了一道怒斩 威力之强 甚至使得擂台的青石板 都出现些许碎裂 看着这道烈的剑气 王如龙眉头一跳 他哪里还有着 继续攻击苏白的心思 他连忙举起剑魂在胸前横挡 轰苏白的澎湃剑气 如同一道迎面撞向王如龙的巨大铁锤 虽然剑气被王如龙抵消 但其中蕴含的力量 还是迫使王如龙连连后退 王如龙奋力低挡 他的脚步在地上 硬生生划出了几道硬痕 但还是止不住地咬牙后退 他的虎口微微发麻 看向苏白的眼神满是惊寒 王如龙傻了 哪有人会在自己蓄力剑技的时候 打断自己的呀 一点五得也不讲的嘛 苏白知道 既然自己无法接下这一招 那就不解好了 王如龙这家伙 站在原地蓄力蓄了半天 傻子才不打他呢 见到刚才还在对着苏白猛攻的王如龙 居然在瞬息之间 就被苏白击退 一直专心致志 看着比赛的众人 不禁有些感慨 不亏是天骄与天骄的比赛呀 胜负优劣 往往就是瞬息万变之间 是啊 刚才明明还是王如龙 一直将苏白击退 分明还有着优势 没想到下一秒 居然就被一直隐忍的苏白击退了 看来苏白也是一个高手啊 不过我还是觉得 苏白刚才那一招 带有着运气的成分 如果不是王如龙大意了 他是不会被击退的 殊不知 一些真正的高手 已经看了出来 虽然刚才 苏白是一直在后退 但他每一次都能完整化解 王如龙的攻势 且还十分的轻松 除非是实力差距过大 不然如此轻松的 就化解对方的攻势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看出来的人 纷纷在心中 对于胜负有了些许转变 不过 大部分还是第一次看到 苏白全力以赴的出手 虽然知道 苏白的天赋 是极其稀有的 SSS极剑魂 但SSS极剑魂 不代表就是无敌 他们心中胜利的天平 还是略微倾向王如龙一点的 而擂台之下的夜之遥 可是能够最细致地 观察着擂台上的战斗的 他此刻表情上 可是出现了略微的惊讶 虽然 苏白和王如龙 刚才看似只是打了一个平手 但俩人不同的是 王如龙的契约对象 可是一早就在一旁召唤出剑鞘 辅佐王如龙了 可沈青月并没有 他并没有召唤出剑鞘 帮助苏白 这也是苏白的安排 苏白想看看 自己个人的实力 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若是沈青月 同样也召唤出剑鞘 帮助苏白 那苏白目前的实力 绝对还会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到那时候 可就不仅仅是打成平手了 而除了夜之遥站在台下 一旁 还有着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少女 同样站在台下 观摸着擂台之上的战斗 李月寒双眼放光地看着苏白 刚才那一道剑鞍 李月寒也能够看出 其中的威力不容小觑 没想到苏白居然 直接将其打断了 看似苏白不讲武德啊 可真正的战斗 对手怎么可能会给你 那么多时间去蓄力自己的招式 难不成对手喜欢找死吗 真正的战斗 往往都是一两秒决定生死 也就是 王如龙现在只是在比赛 若是生死之战 王如龙如今已经身手一触了 没错 王如龙的经验 的确是很丰富 但那仅限于比赛经验 和对战经验 王如龙对于战斗的技巧 和比赛的经验都不缺 但唯独缺了一点 就是对于死亡的敏感 王如龙站在原地蓄力见解 是因为他知道 对手不会因为他的这个空档 时间杀了他 所以他可以放心蓄力 但若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之中 王如龙 哪还会有那么好运 恐怕在对手缓过来的下一秒 王如龙就已经死了 想到这 李月寒不禁对苏白更加激动 苏白能够抓住王如龙的空档 进行反击 说明苏白在战斗之中的考量 要强于王如龙 一名自大狂傲的御剑师 和一名处处只知道狗的御剑师 两人相比的话 肯定是那名只知道狗的御剑师 能够活得更久一点 作为御剑师 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实力 但对于生命的珍惜 是一名御剑师的底线 如果一名御剑师连这个都忘了 那么对手给予的死亡 会给他教训 李月寒心中暗暗发誓 像苏白这种有着实力 且还有着战斗思维的 绝对的强大御剑师 一定要趁着 其还没有发育起来 就得将他抓过来弃悦 而王如龙被击退之后 先是一愣 他嘴中不停的那难道 怎么会这样片刻之后 刚才一直呢喃着低沉的话语的 王如龙仿佛陷入了魔掌 他再度怒吼一声 随即朝着苏白杀来 这次王如龙的攻势 相较与刚才姚更加的猛烈 两人的每一次交集 都会爆发出激烈的火花四箭 让观众直呼过瘾 虽然王如龙的攻势越来越猛 但那只是暂时的 在苏白看来 一名御剑师 可得时刻 把控好自己的体力 没有谁的体力是无限的 哪怕是传说中的剑神 他们的体力只是多 经历过无限次的战斗之后 他们同样也会累 所以在战斗之中 每名御剑师 都应该把控着自己的体力 争取用这最小的力量 去争取结束对方的性命 或者获得胜利 从战斗刚开始到现在 苏白就只是一直 抵挡着王如龙的攻势 看似十分的被动 但苏白到现在 都没怎么消耗体力 反倒是王如龙 他的打法十分的激进 大家看得也很过瘾 估计他自己批的 也十分开心 觉得战斗的主动权 已经把握在自己手里 可他却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对于自己体力的把控 或者说 这家伙没忘 而是他根本就不清楚 王如龙凭借自身 强于同龄人几倍的力量 总是在自身 还有余力的时候 就结束了战斗 以至于王如龙 一直没有意识到 自己体力的极限 若是换一个人 说不定王如龙 已经结束对方了 但很可惜 他遇见的是苏白 一个同样作为天骄的强者 苏白在等 在等着王如龙 体力彻底不支的那一刻 那一刻 苏白会结束这场 老手系顽童般的战斗 王如龙的攻势 不仅猛烈 甚至可以说 每一招都在下死守 如果苏白不进行抵挡 哪怕苏白认输了 恐怕王如龙这家伙 也会在裁判阻拦之前 将自己杀死 再不进 也会将自己打成一名残疾 苏白不知道 为何王如龙对自己 抱着那么大的敌意 但苏白向来 是你敬我一吃 我敬你一仗的 既然王如龙是抱着 让他死亡 或者残废的心理来的 那么苏白也不会再客气了 你一人都有着三分火气 更何况 是苏白去死亡如龙 缩回剑魂 随后 剑兼指指苏白的咽喉此来 全然不知道 在刚才体力的消耗下 他的速度已经变得缓慢无比 王如龙全胜时候的攻势 苏白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抵挡 而如今王如龙的攻势 在苏白眼里 却慢得更无龟爬式的 苏白看机会到来 急忙朝沈清月喊道 清月召唤剑鞘 是沈清月听到苏白的喊声 他不敢耽搁 急忙召唤出剑鞘 而在沈清月召唤出剑鞘的那一刻 苏白的阴颈剑的威势 忽然爆发出 比刚才还要强大几倍的力量 看着杀来的王如龙 苏白握住阴颈剑 随后冷静说道 剑即落阴 轰苏白手中的落阴剑 顿时从下至上劈去 粉色的剑气 如同逆流而上的樱花 显得美感十足 而王如龙在遭受这一道优美 却又不失威力的樱花后 毫无防备的他 顿时被这道剑气击飞 胸口也出现了泄雾 王如龙被打飞出擂台 他重重地倒在擂台下 失去了意识 甚至胸口还在流血的伤痕 都让王如龙生死都不明 王如龙的老师 本来还是信心满满的 结果下一秒就见到王如龙 被人打到台下 如同一条死狗 他脸上的笑容僵住 听王如龙的导师急忙喊停 虽然不知道王如龙怎么输的 他现在的他 显然已经看出 王如龙无法战斗了 裁判走上擂台 随后直接宣布了 苏白和沈清岳的胜利 而众人见到苏白 居然在瞬息之间 就直接展开攻势 击败了王如龙 所有人都纷纷欢呼 庆祝着苏白的胜利 众人在惊讶之余 也纷纷感慨道 这就是天骄之战啊 每每只是一个瞬间 就可以结束战斗 同样都是天骄 可王如龙 居然连苏白的异照 都扛不住 这就是差距嘛 看来天骄之中 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差距啊 王如龙和苏白 对我们来说都是天才 可苏白对王如龙来说 同样也是天才 随着苏白胜利 岳阳高中和清岳高中 两大学院的比试 也到此结束 而结果 自然是苏白所在的 清岳高中获胜 有着苏白这个毕胜利刃所在 清岳高中 几乎是以碾压式的胜利 拿下了岳阳高中 而在这场两大学院的 大赛之中 苏白这等恐怖实力 成功地震撼了整个江省 乃至全国 不说全国 但至少在江省 现在人人都知道了 江北市的一所小高中呢 有着一个绝世的天骄遇见师 叫做苏白 带到裁判宣布了 这次两大学院比试 是清岳高中胜利之后 清岳高中观众席上的众人 这才发出了 响彻整个会场的欢呼 甚至江北市 都因为众人的欢呼声而震荡 而此刻 苏白的声望 可以说是来到了顶峰 每个人都无不赞叹着 苏白自身的恐怖实力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 我们江北市 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天才 恐怕魔都和京都 那些所谓的天才 都得败在苏白的剑下 刚才苏白的那一招剑技 实在是太灵力迅捷了 别说是王如龙了 哪怕是我都不可能抵挡 其实留守了 如果他再往前踏一步 那么 苏白那一招剑技变 会直接将王如龙砍成两半 武德实力兼备啊 的确 苏白不仅留步了 甚至我感觉 力气也收了点 若是苏白全力一击 三十击以下 谁能够抵挡这家伙一招啊 剑王如龙如同死狗一般 被担架抬走 苏白重重地松了口气 刚才他看似游刃有余 其实苏白无比地专心致志 苏白既要化解王如龙的招式 又要保留自身最大的体力 可以说 每一步苏白 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稍稍不小心 估计苏白 就会落入万丈深院 虽然苏白身上没有着伤势 但这才是正常的 一旦一名遇见尸身上有了伤势 那他的反应和速度 都会大幅度下降 这在战斗之中 是最为致命的 稍微反应 或者速度跟不上 那迎接的 将是无尽的打击 一招半 招招半 这句话最适合遇见尸 所以 苏白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 便绝对是杀招 这同样 也是苏白 作为遇见尸的战斗考量 苏白重重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招剑剑 是苏白磨练了很久 才磨练出来的单独剑剑 虽然没有合体剑剑强大 但胜在方便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使用 苏白满脸笑意地走向沈清月 毕竟经历过这场战斗 苏白可是学到了不少 苏白走到了沈清月身旁 却发现 沈清月闷闷不乐的 苏白有些疑惑 便看向低头的沈清月 疑惑问道 清月 你怎么了吗 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我们是胜者 又不是败者 有什么好不开心的沈清月 摇了摇头 但沉默了一会 还是闷闷不乐地说道 苏白 我是不是好没有用啊 什么苏白 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急忙牵起沈清月的手掌 随后问道 清月你为什么会怎么想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 没有用吗 刚才那一场 战斗我什么贡献也没有做 我只是召唤了一个剑鞘 就稀里糊涂 获得胜利了 我觉得我好没有用 听到沈清月这想法 苏白忍不住笑了一下 随后他轻轻擦去了沈清月 因为委屈流出的眼泪 温柔说道 你不能因为这个九否认 你对我做出的贡献啊 正面交锋 本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并不是 我表现得多 就代表我的贡献大 你对于整场战斗 做出的贡献 同样不容小觑 如果没有你剑鞘 都辅佐我 我怎么可能使出 威力那么强大的剑气 是不是你也看到了 我跟那个王如龙打得难解难分 如果不是你最后一刻 召唤出剑鞘 我又怎么可能 一剑秒杀那个家伙 你在整场战斗中 是最关键的 在契约组合之中 大部分御剑师都会觉得 剑魂才是最重要的 剑魂才是主体 实则不然 剑魂和剑鞘 同样都或缺不可 剑鞘无法作战 这是的确无法改变的 但这并不代表 剑鞘就没有用了 剑鞘能够帮助剑魂 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能够帮助御剑师修炼速度增加 能够使出更强的合体剑剑 剑鞘的作用 绝对不会比剑魂少 而沈清月 就陷入这么一个 想不通的路子当中 如果苏白不将它拉出来 那沈清月 就将要抱着这个思想 一直陪着苏白走下去 剑鞘本身的作用 是很大的 但如果沈清月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用 那慢慢的 可就真的没有用了 所以 苏白劝导沈清月 可不仅仅是为了沈清月 更是为了他自己 这个契约对象 沈清月实力下降 苏白自身也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契约组合 听到苏白的劝解 沈清月好似想明白了一些 他抬头看向苏白 求证地问道 你真的这样想吗 看着沈清月这副可爱模样 苏白忍不住地揉了揉他的头 随后笑道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走吧 比赛结束了 咱们离开这里吧 汉叶老师 请我们吃货胜大餐 沈清月似乎被苏白的笑容感染了 他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他笑着重重地点点头道 好苏白牵着沈清月的手 缓缓走下擂台 可就在俩人走下擂台之后 一名看起来十分儒雅的中年男子 朝着苏白和沈清月走来 苏白同学 清月同学 请留步 听到那儒雅男子喊着自己 苏白和沈清月都停下了脚步 疑惑地看向儒雅男子 儒雅男子走向俩人 随后递出了两张名片 苏白和沈清月接过 随后儒雅男子便微笑道 我是岳阳高中的校长 张伟 听到是岳阳高中的校长 而苏白才刚刚将岳阳高中的王如龙 给打到担架上 苏白担心对方或许是来报复他 虽然大庭广众之下 这男子也不会动手 但谁说得准呢 苏白将沈清月微微拉到身后 随后用着戒备的目光 看着儒雅男子道 大叔 你不会是来找我赔医药费的吧 看着苏白这戒备的目光 和谨慎的语气 张伟不仅哑然失笑 他摇了摇头 随后对苏白微笑道 当然不是苏白同学 我们岳阳高中 还没有小气到这种地步 我是来邀请苏白同学 和沈清月同学 加入我们岳阳高中 换句话说 就是转学 转学苏白和沈清月 有些梦了 不知道张伟 这是搞的什么套路 自己把他学校的学生打了 他扭头 就可以把来把自己 招揽进自己学校内 这好吗 就在苏白和沈清月疑惑之时 又是好几名领导模样的 中年男子 走向苏白 不停地对苏白 诉说着岳阳高中的好处 苏白同学 你是不清楚 我们岳阳高中的资源 有多丰富啊 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岳阳高中 修炼资源少不了你的 对啊 对啊 苏白同学 你看看 你现在所待的清月高中 你走到现在这一步 清月高中 有给过你一丝一毫的帮助吗 恐怕是没有吧 这个我们也不意外 你也别怪 你们校长抠门 确实是清月高中的资源不行 培养不了你这样的天才遇见师 但你来我们岳阳高中 就不一样了 只要苏白 你愿意来我们岳阳高中 我们愿意清净你一切资源 培养你 保证不浪费 你的天赋 怎么样 苏白同学来我们岳阳高中吧 一大堆岳阳高中的校领导 团团围住了苏白和沈清月 让两人根本就不知所措 苏白想要开口拒绝 但这些领导你 一句我一句 苏白根本就插不上嘴 沈清月就更没指望了 内向的她 直接将头埋进了苏白的背后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就更别说说话了 正当苏白和沈清月无助之时 黄中的声音 便直接从不远处传来了 老张 挡我的面 抢我的学生 你有些不厚道了吧 苏白和沈清月 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看去 发现黄校长 居然也带着一大堆校领导 朝着两人走了过来 两所学校的领导 都聚在了一起 气氛顿时剑拔弩张 苏白和沈清月 则是乖乖将嘴给闭上了 黄中笑眯眯地 走到了张维身边 随后用着拳头 轻轻给了张维胸口一拳 笑眯眯道 老张 苏白和清月 可都是我的学生 你这样把他们从我这挖走 有点不太地道了吧 虽然黄中那一拳 看起来轻飘飘的 不过从张维挨上 这一拳后聚变的面色 苏白知道 这一拳 绝对不是表面那么轻 张维也笑眯眯地 给了黄中胸口一拳 黄中同样吃痛 随后就见张维 同样笑眯眯地说道 什么叫啊你的人呢 说话说那么难听 我这是给两位同学 介绍着我们岳阳高中的好处呢 毕竟我说的 都是实话嘛 是实话嘛 黄中笑眯眯地回了一拳 随后又给了张维胸口一拳 这一拳的力道 显然不轻 居然直接给张维打得后退了两步 当然是实话了 张维同样不甘示弱地 还了黄中一拳 而两人就这样 开始你一拳我一拳地打了起来 两边的校领导知道 这两人要是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得打起来了 于是他们紧忙将自家校长拉开 俩人都打出了火气 张维直截了当地对苏白许诺道 苏白 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岳阳高中 我们愿意拿出所有 给予其他天教的修炼资源给你 供你一人修炼 见到张维这么说 黄中同样不甘示弱地表示 苏白只要你留在清越高中 我愿意每天都给你安排 高阶一瘦的血肉 可以增进你的修为 来岳阳高中灵气国管宝 刘清越高中气血果 随便吃行了 见到两个学校的领导 都还在争 不知是哪个校领导 喊了一声 俩人也停止了争吵 张维怒气冲冲地 瞪了黄中一眼 随后对苏白保证道 苏白 过段时间 你不是得去参加 江北市的天教大赛吗 我们岳阳高中给你保证 我们会给你安排 整个江北市最强大的预见师 给你进行特训 保证让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还不止如此 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岳阳高中 我们可以给你最顶尖的宝物 和修炼资源 保证让你的境界 在天教大赛之前 突破到二十几 凭你的天赋 再加上我们岳阳高中的资源 这次天教大赛 你绝对可以获得 前三名听着岳阳高中 开出来的条件 苏白汉手思考着 看起来像是在做着打算 苏白这副模样 清岳高中的人可就急了呀 清岳高中 本来只是一所 岌岌无名的小高中 是因为苏白 才变得出名的 若是苏白离开了 那清岳高中的金字招牌 可就砸了 又得被打回原形了 哪怕苏白只是在考虑 但苏白的考虑 对清岳高中的众人 那可是敲响了一个警钟 苏白若是走了 那对清岳高中 可是巨大的损失 清岳高中的副校长 急忙对苏白说道 苏白 只要你愿意 留在清岳高中 我们清岳高中的资源 一样会清净到你身上 并且 学校内的灵气室 你无限制地使用 只要你开心就好 看着两边的校领导 都满眼期待地看着自己 苏白无奈地 对满脸期盼的张维笑道 抱歉了 张校长 但我还是选择 留在清岳高中 多谢你的好意了 见到苏白拒绝 张维脸上 难免露出了一抹失落和遗憾 但还是对苏白笑道 没事的苏白同学 之后 若你还想来我们岳阳高中 我们岳阳高中的大门 随时向你敞开 而众人见到苏白 居然被争相邀请 不得不感慨 人跟人的差距 居然能大到这种地步 其他人要是想进入岳阳高中 不仅地托关系送礼 还得到处求人 就这样都不一定能进 苏白倒是好 人家校长求着他进 还开出了一大堆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条件 但就是这样 苏白都没有过去 众人难免心中有些骂娘 但更多的是无奈 这就是天骄跟旁人的逆天差距啊 两大学院的比试结束了 观众席上的众人 纷纷离开了会场 而苏白和沈清岳也打算离开 就在两人即将离开之时 清岳高中的副校长王纳 却将苏白和沈清岳喊住 苏同学 沈同学 先等等 苏白和沈清岳再度扭头停下脚步 苏白挠了挠头 随后对着这名看起来 实在是普通无比的中年妇女 疑惑问道 校长 您还有事吗 王纳看了看一旁 确定没有其他人之后 他走进苏白 随后对苏白说道 苏白 学校过两天 将会组织一次实战模拟 这件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苏白点了点头 这件事 叶之瑶早就跟他提过了 毕竟叶之瑶作为班主任 自然会提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早就告诉苏白和沈清岳了 而参加人选 则是苏白所在的年纪的所有人 也就是今年才觉醒的觉醒生 都会参加实战模拟 其实俩人早点知道 也不算什么坏事 毕竟有着更多的准备时间 这也算是两人的一点小特权吧 至于所谓的实战模拟 其实就是学生们在导师的保护下 前往外方的异兽战场 进行实战 所谓的实战 就是需要御剑师们去跟异兽面对面的进行战斗 这是真正的生死之战 而不是像苏白那样 在赛场上的点到为止 在于异兽的战斗中 异兽不会在裁判下令之后才开始战斗 也不会在你 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就停手 与异兽战斗 需要比与其他御剑师战斗小心 谨慎百倍 不然丢失的可不是荣誉 而是性命 但话虽这样说 校方肯定会做好保护措施的 尽量保证着 每一名心心欲剑师的生命安全 毕竟 这只是实战模拟 可不是什么战争 省里面会适当地给一些死亡名额 但名额也是有限的 所以 学校依旧会十分小心地保护着所有学生 且 校方安排去的地方 是异兽战场的最外围 那里面只有一些低级的异兽 中级异兽 是十分少见的 再加上 还有着老师们的保护 安全还是能够勉强保证的 不过总的来说 危险程度依旧不低就是了 再怎么说 也是异兽 那是没有感情的东西 他们可不会知道 什么叫做留守 遇见师的地位 之所以那么高 正是因为 外界有着无数的异兽 需要去抵挡 而人类那些简单的机枪大炮 再面对异兽 就显得十分无力 只有遇见师 才能够对异兽们 造成大量的伤害 所以 遇见师的地位 才会越来越高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遇见师的 并不是觉醒之后 便可以成为遇见师 有胆子去战斗的人 才配成为遇见师 所以 模拟实战 就极为重要了 他可以初步地筛选出 那些胆子小 或者实力弱的人 以免他们未来 因为这个丢失了性命 而这些被筛选掉的人 则是会被学校劝解 去参加文科高考 将来做一个普通人 在城里安居乐业 也没什么不好的 见苏白点了点头 王那见苏白知道 便也不跟他解释 模拟实战是什么了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苏白 你应该知道 木秀与林峰必摧之这句话吧 虽然模拟实战 看似是没有什么危险 且凭你的实力 也可以轻松应付 但你的实力 和你目前的声望 实在是太耀眼了 说你是江省年轻一代 领军人物 也不为过 有着那么高涨的声望 有人会崇拜你 但同样的 也有人会仇恨你 你如此耀眼 总是会有一些 坏心眼的家伙 来给你下半子的 特别是在这次的 模拟实战上 所以 我希望你可以小心一点 听着王那校长的劝告 苏白心中流过一股暖流 随后他重重点点头道 校长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的 见苏白如此 王那也稍稍放下心来 随后 苏白便与沈青月 离开了会场 离开途中 沈青月表情 十分担忧地问苏白道 苏白 到时候 会不会真的有人 给你下半子 那岂不是很危险 看着沈青月这副担忧模样 苏白则是笑了笑 随后温柔问道 怎么有我在 你还害怕 沈青月摇了摇头 随后对苏白说道 我没有害怕 但是如果会有人 给你下半子的话 不如我们还是不去了吧 放心吧 苏白对沈青月宽慰了一句 随后苏白继续安慰道 总不可能我们知道 会有人给我们找麻烦 我们就不去了吧 那跟临阵脱逃有什么区别 这次的模拟实战 我一定会参加 至于会有什么麻烦 那就让他来了 苏白的话语 尽显少年的锐气 如果他有了如此强大的天赋 还畏畏缩缩的话 那系统是用来做什么吃的 至于麻烦苏白的目光 看向远方 他凌厉的目光 尽显傲气 我会用我手中的剑 将他们统统斩断 正在学校内 闲逛的顾颜希的手机 忽然响起 他不耐烦地拿起一看 发现是自己干爹打来的 顾颜希环顾了一下四方 随后 走到一个角落处 接听了电话 干爹顾颜希 一接起电话 就甜甜都对着电话那头 喊了一句干电 这嗲嗲的声音 差点就让电话那头的 王富贵龙抬头了 王富贵安抚了一下心情 随后嗨嗨两声说道 女儿 你们学校的那个苏白 麻烦的时候到了 你们学校过两天 会安排苏白那个年级的学生 进行一次模拟实战 到时候 我会给苏白找点麻烦 保证让那家伙不会好过 顾颜希经历过一次模拟实战 他自然知道 这是什么 听到终于可以报复苏白了 顾颜希脸上的笑意就止不住 那太谢谢干爹了 乖女儿 跟我客气什么 有空来干爹家玩 干爹最近养了条鲸鱼 有空过来看看 顾颜希怎么会不明白 鲸鱼是什么 他又与王富贵打情骂操的一会 随后才挂断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顾颜希脸上的甜美 缓缓转变成冷笑 他冷笑地呢喃道 苏白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你好看 两大学院的交流赛过后 经过几天的调养生息 也终于到了 模拟实战这一天 对于要前往异兽战场 进行对战 众人并没有什么意外的神色 毕竟往年 也会举行模拟实战这类活动 只不过 大家不知道具体时间罢了 清月高中都校门口 无数要参加实战模拟的队伍 站在门外 而他们的身后 是数十辆即将带着众人 前往异兽战场的大巴车 叶之遥 看着班内整齐的队伍 他拿着名单 开始一一点名 王虎 到 黄山 到 苏白 到 带到叶之遥确认 众人已经到齐之后 叶之遥合上名单 随即对班内众人 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交代完之后 叶之遥大喝一声道 上车 众人纷纷如潮水般 涌进大巴车之内 众人此刻欢呼雀跃 似乎还不明白 即将面对的模拟实战 将有多大的危险 带到众人上车之后 苏白和沈清月 才缓缓坐上车 俩人坐在了车辆的后排 至少显得清静一点 清月高中的所有人 大巴车开始缓缓行驶 朝着江北市市外的郊区驶去 没过多久 大巴车就缓缓开出了江北市外 而车内众人 看着远处的残垣断壁 内心的兴奋和焦躁 终于出现了一丝不安 苏白同样透过窗外 看着远处的废墟 其中的墙壁上 还有着异兽撕咬的痕迹 哪怕只是远远观望 苏白都能够感受到 其中弥漫的死期 即将要与异兽面对面作战 苏白若说 心中没有一点点紧张 是不可能的 但叶之遥也说了 给他们安排的 都是一些低阶异兽 可以轻易对付 这让苏白紧张的内心 也舒缓了下来 苏白看向一旁的叶之遥 发现沈清月 看着窗外的破败景象 她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紧张之情都溢到了脸上 苏白笑了笑 沈清月这紧张的模样 让人更增添了一丝保护欲 苏白轻轻握住了 沈清月那冰冷的手掌 随后轻声道 没什么好害怕的 我还在你身边 苏白的话语 对于沈清月仿佛有着魔力 沈清月的微微颤抖的身子 渐渐安定了下来 她不再去看着窗外的场景 而是红着脸低头 不知在想着什么 片刻之后 一道细纹般小的声音 传进了苏白的耳边 谢谢 面对沈清月的道谢 苏白依旧只是笑笑 相比于俩人之间的暧昧 大巴车内的气氛 已经逐渐弥漫了恐慌 众人看着窗外的场景 他们内心此刻 已经被不安占据 脸上哪里还有笑意 全部都只剩下不安 虽然他们也曾在电视上 看过新闻报道的情况 但这是众人第一次 如此直观地感受着 异兽所带来的影响 而大巴车司机 嘴角叼着烟 他透过右上方的后视镜 看着车内众人的表情 他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细血的笑意 大巴车缓缓行驶到了一处 高耸入云的铁丝网 冰冷的铁丝网 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上面似乎还残留着 不少异兽的血肉残块 而铁丝网之下 是无数手持冰冷枪线 穿着军队战斗服的士兵们 他们面容刚毅坚定 如同一颗颗挺拔的高松 树立在这荒无人烟的无人区 大巴车停在了距离 铁丝网的不远处 随后众人纷纷下车 看着眼前这一幕 众人脸上出现了些许 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 苏白下车之后 跟着大巴车而来的黄中走上前 似乎在与一名领导者 职位的男子交谈着 在各个班班主任的安排下 众人纷纷战整齐了队伍 随后 黄中带着那名男子 走向队伍前 男子用着欣慰的目光 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随后他对着众人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朗生开口道 你们好 我是江北市第十七驻扎军队长 方孔武 即剑魂 五十七即剑王 听到眼前这名中年男子 居然是一名剑王级别的强者 焦躁不安的队伍内的众人 顿时掀起了一阵 惊奇的讨论声 我去 居然是五十七级的 剑王级别的强者 我们江北市 居然有着这么一个强者 这大叔看上去挺年轻的呀 居然是剑王级别 这得是磨练了多少年啊 五十七级的剑王强者 别说放在咱们江北市了 就算是放眼整个江上 那也是绝对的高少啊 我居然能够见到 这么一个级别的强者 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声 方孔武双手背负身后 看着众人脸上的惊奇模样 他笑道 看来大家都对这次的实战模拟 很期待吗 不像从前那一天 居然硬生生 被异兽给吓尿了 既然大家都那么期待 那么我也不耽误 大家的时间了 我这就给大家 安排一个开胃菜吧 说吧 方孔武的身子 居然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他急速离开的身影 居然挂起了一栋狂风 方孔武瞬间 跑出了铁丝网之外 不见了踪影 而苏乌白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感到心惊 这等速度 简直太过骇人 哪怕是苏乌白 都无法捕捉到他的残影 片刻之后 方孔武从铁丝网外 跑回了众人眼前 这一去一回 不过五秒时间 连给众人惊讶的时间 都没有 不过不同的是 方孔武回到原地的时候 他手上抓着一只 奄奄一息的异兽 他也不多废话 就这么将异兽 抛到了众人的眼前 来吧 试试手 让我看看你们的本领 一只异兽 众人眼前 众人要说 不惊慌是不可能的 他们惊恐地连连后退 而一些剑魂低级 或实力一般的学生 看着这异兽 哪怕是一只快死的异兽 他们都有些被吓傻了 看着上百名学生 居然没有一人动手 方孔武顿时不悦地说道 怎么 刚才不还挺兴奋的吗 怎么异兽一到眼前 就都尾了 听见方孔武的嘲讽 众人咬了咬牙 这只异兽 显然已经没有了 还手的力量 众人纷纷召唤出剑魂 随即对着 这只没有还手之力的异兽 开始攻击 众人将这只异兽杀死之后 纷纷都停下了攻击 而他们杀死异兽的过程中 苏白只是在后方不停观望 没有出手 见众人将异兽杀死 方孔武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走上前 从异兽的尸体内 拿出了一枚透明的棱形晶体 随后 方孔武捏着这个晶体 对众人解释道 这东西叫兽盒 每只异兽死亡之后 体内都会掉落这个东西 兽盒可以吸收提升等级 且 一些高级的兽盒 除了提升等级之外 还有着其他功效 我曾听说过 有人杀死了一名70多级的异兽 提取吸收兽盒之后 获得了极其强力的技能 众人听到 兽盒有着提升修为的作用 就已经十分易动了 结果方孔武又说 高级兽盒还能够获取强力技能 众人都更加兴奋了 刚才杀异兽的时候 我发现 杀异兽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吗 是啊是啊 如果我们面对的 都是这种异兽的话 那我倒也没有那么担心了 虽然这只异兽 没有还手 但我的剑魂 却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伤害 想必 哪怕是碰到了真正的异兽 我也能够将其战胜 众人杀死第一只异兽之后 纷纷信心大增 哪里还有刚才的害怕模样 全都兴奋地讨论着 杀死异兽的成就感 且 方孔武还说 能够从异兽身上获取兽盒 不仅能够提升修为 还可以获取强力技能 都更加易动 众人现在信心满满 恨不得现在就杀到战场外围 开始去击杀异兽 方孔武看着众人 这副干劲十足的模样 他眼中愈发满意 毕竟 只有敢跟异兽面对面战斗的人 才能够称之为遇见诗 不过 方孔武 为了众人的安全 还是对兴奋的众人解释道 我还是要跟各位明说一句 你们刚才击杀的 只不过是毫无还手能力的异兽 真正的异兽 可不会站在原地挨打 你们之中 大部分都只不过是学生罢了 资历尚浅 最多也不过是参加过几场比赛 跟别的遇见诗战斗过几场 但是 与异兽的战斗 跟与遇见诗的战斗 是完全不同的 说到这 方孔武的神情变得肃母 一股肃杀之气 瞬间扫荡了队伍内 众人脸上都笑意 都不自觉地收敛了起来 苏白心中一惊 刚才方孔武的这一股气势 可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 而是经历过无数生死战斗 跟敌人战斗无数次 才能够磨练出来的杀气 方孔武的杀气 瞬间震住了在场的众人 众人脸上都笑意纷纷消失 全都被方孔武的杀气给摁了下去 见队伍内终于安静了下来 方孔武满意都点了点头 随即 他用着严肃郑重的语气说道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 与异兽战斗 绝对不会是在赛场上 战斗一样简单 在这儿 没有规则 没有裁判 只有生与死的抉择 你们落败了 对手会停止攻击 裁判会上前询问 你是否还能够战斗 甚至擂台之下 还有着医务人员 随时为你服务 但在战场之上 这一切都是狗屁 战场之上 你只可以相信你 还有你的契约伙伴 你们必须协力合作 才能够杀死一只又一只的异兽 战场不是赛场 这上面 没有人会跟你讲公平 异兽不会因为你认输 就放弃攻击 他们只会狠狠地 撕咬你的喉咙 结束你的生命 没有什么实力划分的战斗 你们遇到 都每一只异兽 实力都有可能比你们强 你们不可以认输 要么战 要么跑 你们只有这两种选项 别说实力公平了 你们就连数量上的 公平都不会有 你们没有在赛场上 一对一的战斗 一旦你落单 被异兽群带到 他们就会全部 疯狂地杀向你 运气好点 你们可能能够逃脱 运气不好 你们就得被异兽群分尸了 别说什么 只是实战模拟 会有老师暗中保护你们 我劝你们 最好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的确 会有相关人员 在暗中保护你们 但哪怕如此 每年的实战模拟 还是会有着 不少的倒霉蛋死亡 省里面可是给出了 死亡名额的 意思就是 哪怕你们死亡了 也无法去怪罪任何人 你们都父母 也无法得到任何的补偿 我相信 你们不会想成为 这个倒霉蛋的 听完方恐武的讲解 众人心中的 那最后一丝侥幸 也终于被其掐灭 那股不安的感觉 再度涌出 众人刚才如此兴奋的原因 就是因为知道 会有着导师 和相关人员 在暗中保护自己 所以众人才如此 有恃无恐 可正如方恐武所说 哪怕有着导师们的保护 每年还是会有一些 有恃无恐的倒霉蛋 死在异兽手中 众人自然不想 成为这个倒霉蛋 看着气氛 逐渐变得紧张的队伍 黄中担忧地 看向一旁的方恐武 随即担忧地小声道 是不是给孩子们 太大压力了 方恐武瞥了黄中一眼 随后淡淡说道 现在让他们害怕 总好过之后 在战场上 付出生命的代价要好 随即 众人开始分组 准备前往战场 外围战斗 而苏白 作为本届最强者 自然受到了 无数人的追捧 纷纷求着 进入苏白的队伍 看着如此狂热的众人 苏白头都大了 苏白握住 沈清岳的手 随即便挑了几个实力不错 或者看着面扇 不会拖后腿的人 组成了一个五人的小队 而见苏白的队伍 已经满人了 众人只能遗憾地 去寻找其他人组队 不过一会 散乱的众人 再度组成了各自的小队 苏白的队伍内 除了沈清岳 其余人都不怎么说 另外几人 都只是同校的同学而言 实力倒也能够说得过去 而其余人 都只是四人队伍 苏白的队伍 之所以是五人 是因为 还有着一名转校生 这名转校生 只是近期刚刚 转来清岳高中的 且还没有契约见巧 苏白感觉其实力不错 便邀请了他